各位好 欢迎回到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在我们这个讲座 我们想要探讨 浮点数运算 浮点数运算来讲的话 对很多人来讲 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尤其是对应到数学上的 实数系统 但是在城市开发的过程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 尤其是面对到西元的时候 所以我们再重新厘清一下 我们的思绪 其实就是因为 整个电脑它是离散的系统 所以如果说你有注意到 电脑科学的必修科目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叫做离散数学 因为这件事反映到 电脑离散的本质 可是问题来 对人类所期望的数值 往往都是对应到实数系统 所以我们会有有理数 无理数 我们会有超越数 那很不幸的一方是说 只有一部分的数值 能够对应到电脑 所能够表示 换言之就是 当我们在处理很多 很基本的数值 比方说我们讲圆周率 那我们往往呢 我们只能得到 一部分近似的结果 但是这些近似的结果 它会在随着这个运算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更多的误差 甚至你从而到尾都搞错你所运算的对象 那这个是伏点数原本就遇到问题 然后呢 如果再面对到吸引员呢 整件事又会放大 那所以我们在 你所不到吸引员的伏点数运算讲座呢 我们就想来探讨这些议题 然后 呃 吕哨龙说过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很多开发者都会觉得说 自己懂伏点数啦 懂unicode啦 知道这些不同时区的影响 这些词听起来都很自然 对吧 就是呃 比方说我们有不同的时区 但你知道这个时区呢 不是只是看精度 呃 时区跟纬度 应该是美观对不对 好 应该是时区跟精度有关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实时区呢 它其实跟呃 文化有很大影响 然后你还要考虑到 像是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以及特定国家的政治倾向 好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像南韩 好 南韩来讲的话 就就不想要是GNT加8 好 想要是8.5 好 就是因为 南韩需要跟中国有点距离 好 然后 然后呢 如果是考虑到 呃 服用广大的国家 比方说像 呃 北美 好 北美的话 加拿大跟 跟这个 美利坚和中国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好 那那你会发现这个在 时区设计就非常复杂 好 然后呢 UNICO呢 又会让整件事呢 搞得更 更麻烦 好 就是 呃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UNICO 已经加了很多 你我很难想象的事情 比方说西夏 好 那你知道 西夏建国呢 190年 好 但是这个 呃 党项项的这些文字呢 其实 已经有一部分被破译了 好 那这些在UNICO也有收入 那 为了要对应到UNICO的资源呢 其实呢 有很多 呃 很基本的 基础性要处理 好 就不同的这个 クrector set 资源级啦 好 然后帮来说一些 判断机制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重点 还是在浮点数 那在浮点数之前呢 我们来探讨 叫两个词汇 呃 一个叫 Precision 一个叫 Accuracy 那这两个词呢 翻译成中文的话 很尴尬 就去这样去很像 对吧 呃 就是 Precision的话 它对应的形容词 叫做 呃 Precise 好 然后呢 呃 另外一个对应的 对应的形容词 叫做 Accurate 好 然后 呃 呃 因为这个在 汉语来讲 其实很难说 呃 去区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要表达 远周率 那我们刚才提过就是 因为电脑本质上 它就是离散的 所以呢 我要如何把 这个 这个 时速系统 或是我们平常 所用的这个数值 要怎么对应到 呃 离散的电脑里面呢 好 那其实你就要考虑 这两件事 所以你要去思考说 呃 我们做任何处理的话 要考虑到 Precise 或是 Accurate 好 就是 然后呢 所以Precise 跟Accurate 你可以画出一个 四个向线的一个 一个分类 好 那所以呢 呃 如果你的电脑呢 能够保证 小数点后 就是如果用十进位的话呢 是 呃 十 小数点后十位是有效的 好 如果你的电脑是可以保证这件事 给大家一个提示 呃 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的话呢 你需要的数值系统 很可能 好 很可能是需要 呃 用32位远 或者更大的空间才能够表示 好 那如果呢 我们的数值系统 只能保证 小数点后十位是有效的 好 那我们把原测率写成 3.1415926535 好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因为你注意到这后面是 从小数点开始算的话呢 小数点后面有十位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称为这件事呢 是Precise 就是的确是有十个小数点后面十个位数 好 然后呢 这个值呢 跟这个原测率相比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Accurate 就是说因为这是在 当然原测率显然是比这个数值 的这个 在小数点后面更多位数 好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保证十位 所以 了个数点四位十位呢 是正确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Accurate 好 然后呢 呃 如果呢 你把它表达成这个 呃 把它写成3.141 好 那 注意到3.141 跟我们上次这个3.1415926 比起来呢 显然这个位数少很多 好 所以我们称为这叫之后 imprecise 因为我们希望 有效的是十位 好 所以你这个这样表达的话呢 这是imprecise 好 但是呢 它跟这个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这个 小数点后面三位来比的话呢 好 那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好 所以我们就称为Accurate 好 好 那如果呢 你在表达的时候呢 是3.1415 然后 831786 好 那注意到831786呢 跟后面3.1415926535 好 这个比起来后面这个 这个这样 是不精准的 好 所以我们 这在讲话呢 这个 不不精密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称为叫什么 就是说precise 好 就说注意到 这个例子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precise 好 因为它其实还是小数点后十位 好 但是因为 跟 就是它的这个 机密度 好 就是accurate 它不是 就是跟 原作率比起来 好 它 它是 不 不精密的 好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词 没有 用中文讲的很 很扁扭 好 那我们还是 还是用这个 英文的形容词 好 那如果说呢 你把它写成 Pi 你把它指定成什么 3.275 好 那这个都显然呢 这个表达的位数呢 不够 而且呢 它也 不正确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称为这两件事叫做imprecise跟inaccurate 好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往往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不能直接用 最上面这一个 好 那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示的 因为如果你的浮点数 在这个储存来讲的话呢 你没有用到32位元 或是更大的位元的话 你很可能没有要保证 小数点后面10位是有效的 好 就是在这个十进位来讲的话 好 你没有要保证它的 呃 这个精密度 跟 准确度 好 所以这个是 很尴尬的是 就是说呢 因为 我如果要有小数点10位 或是更多位的话 我往往需要更多的储存空间 可是呢 你的储存空间 在呃 相当有限的状况下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取舍 很可能你 你只能保证到 7位 好 或者更少的位数 好 那所以呢 往往我们就要退而求7字 好 我们去思考一些 可能的方案 好 比方说像这种 好 就是把 把援座率 把它表达成 呃 3.141 好 那当然 在这个 撰写程式的开发来 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方法 好 比方说呢 也可以把浮点数 把它乘以 1000乘以1万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什么 让它变成一个 呃 整数形态去操作 好 这也是一个方式 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浮点数呢 其实这个 呃 它的这个 手段是很多的 好 那我们今天特别讲的话 是依据这个 iEEE 754 那注意到 iEEE 754呢 这个规格呢 是在 1985年 1985年 去 制定的 但是呢 第一台 我们等一下会讲 第一台这个 电子计算机呢 就是呃 有支援浮点数的计算机 什么时候就有 1940年代就有 好 也就是说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就有电脑可以支援浮点数了 好 可是呢 相关的这个工业标准 iEEE 754 一直到1985年 所以你看 从1941年到1985年 40多年的时间 请问这些电脑 难道没有浮点数的需求 错 好 这些电脑都有强烈的浮点数需求 但是呢 呃 大家手段都很大的落差 好 那 所以这件事呢 是很有意思 好 那198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 分水领 好 就是说 呃 第一个 iEE 754 规格发展 好 然后呢 这个规格呢 跟Intel有 有很大的关联 好 Intel也有赞助 iEE 754的这些 规格的研究 好 那从1985年以后呢 这个电脑呢 就 呃 还是很多元 好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 像Intel这样的一个处理器呢 它就 呃 迈向主流的 主流的地位 好 所以比方说 像在个人电脑获得成功 好 这是在做1980年代 那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 那个Intel的处理器 用在一些伺服器的市场 好 那当然在本世纪来讲的话呢 Intel是这个 呃 在微处理器的市场呢 是执扭而折 好 这是无庸置疑的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个1985年 这个iEE 754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规格 制定出来之后 很有很有 很有意思 这个很值得思考 好 就是说我们就不看过去的点 好 我们等一下会带着大家看一些历史 好 但是我们主要是着重在这个规格 以及呢 相关的这个 呃 编译器啦 好 然后这个 相关的执行环境 好 对于这个标准的资源 好 除了以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呃 不是只有iEE 754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规格被提出来 好 比方说叫Bflow 16 好 那Bflow 16呢 这个是由Google 好 Google去提出来 那这个需求最主要就是这种深度学期 那我觉得奇怪 还奇怪 就是说 为什么有引用浮点数规格之后呢 Intel 呃 不是 就是不然说这个 Google 为什么他们要去发展这样Bflow 16 这样的一个机器呢 好 那我们就要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深度学期 那深度学期来讲的话 你无可避免就会需要一些加速器 那你可能是透过 呃 GPU啦 或是特定的像TensorFlow的 呃 处理单元 TPU 好 不管你用 GPU 还是用TPU 那你都无可避免会遇到说 也需要从 CPU传递资料到GPU 或是TPU 好 这样一个特定的一些加速器上面 好 那 这些 深度学期呢 往往它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资料存取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把浮点数的这个 空间占用 可以缩减 就意味着什么 单位时间能够处理的资料量 就倍增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呃 很简单的一个 推导 好 那但是问题呢 要怎么设计呢 才能够说 确保什么 确保precise跟accurate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困难的问题 好 那困难也才值得我们去学习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呃 在很多运算来说的话呢 其实 呃 会有这个 percision啊 还有这个 diamine range的这个需求 就是说 呃 事实上呢 这些有效的这个 呃 位数呢 好 这个是看你的情境 然后看你所要 呃 做的做的运算 额 额定 好 好 然后呢 呃 呃 我们先来看浮点数 浮点数 浮点数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在整数来讲的话呢 很容易就遇到这个offlow 或是underflow 好 那浮点数来讲的话呢 呃 注意到这个词 浮点 浮 哦 那你看到整数 所以现在这个两个词很好玩哦 整数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好 我整数 我用 三十二位员去表示 我用六十四位员去表示 我用一二八位员去表示 好 所以呢 我不管用几个位员去表示 我都可以创造出一个数值 好 八位员呢 要讲的话呢 二的八之方 啊 十六位员呢 二的十六之方 那 三十二位员 二的三十三十二之方 好 那每一个数呢 其实它都是这样 都是均匀的存在 好 所以比方说像整数来讲 呃 你可以讲到说 比方说0 好 后面会有 比它大的会有1 好 那比0小的会有-1 好 就是这样 这一个一个变化 那它的分布是均匀的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浮点数 好 注意到啊 浮点数的数值分布 不是均匀的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 我们把它叫做 浮点 好 那注意到 因为那个英语里面也是这样写 它叫floating 好 注意到 float float是讲这个浮动 对不对 好 然后叫floating 这个动名词表示 表示它的 它的本身是 这种 动的过程 好 好 那所以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浮点数呢 它最大优势就是说 我去表述很大跟很小的数呢 是相对的 相对容易的 好 那 但是麻烦的也是说呢 这个 它的 在资料处理 往往就要考虑到前面讲了 好 够不够precise啊 够不够accurate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个人电脑的时候呢 个人电脑领域呢 到了intel 486以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 浮点数运算的话才慢慢被采纳 好 然后呢 在手机的领域来讲的话呢 是到onv7a onv7a获得巨大的采纳 大约是在 2010年 所以就距禁 真的十年前的时候 不对 应该是2009 那2009年的话 你可以看到陆续有一些 Android手机呢 去用到onv7a 好 那onv7a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 它把浮点数运算 当作一个标准的 配备 好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往往呢 很多时候我们做运算 其实不是只考虑到 你的一台电脑主机 你要考虑到 有手机 有平板 然后呢 以手机和平板来讲 我很麻烦 就是说你看 CPU、GPU 然后还有里面 我有些对应的DSP 比方说像我 手上这一支手机呢 那它上面就是 内建的这个 联发科技出品的这个处理器 好 那它里面也有 GPU 那除了GPU以外 里面有DSP 好 所以你看到 这个 这样一支小的 就是 这个 不是很贵的手机 那这个 这个手 这个手机是 呃 魅族 魅族的 制造的手机 然后这一支手机呢 它不贵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里面的复杂 在运算上 复杂度是非常高的 就像刚才提到 我有CPU 我有GPU 我有DSP 好 那这些呢 彼此都有什么 都有这些运算的需求 好 那以DSP来讲 着重在一些影像声音的处理 好 那GPU的话 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游戏啦 甚至包含浏览器 对标怀意 好 现在你用的 在Android上的浏览器 好 基本上都会用到GPU的加速 好 那这些 来讲话呢 中间都有大量的 这些浮点数据操作 好 那所以这件事呢 就要我们去区分呢 城市的错误了 或是误差 其实这就很不容易 好 然后呢 在IHP1754呢 事实上不是只有定义 这些相关的格式啊 跟你讲说 Mantisa Exponential是这样 其实还要包含说 一些对应的 像Runding Mode啦 那些必要的操作 还有它的例外处理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这个IHP1754呢 其实我们要想 就是吸引人的设计呢 是希望可以跨越不同的平台 在不同的环境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这也是要看场景 所以比方说 你考虑到浮点数的话 都常就变得复杂 好 那我现在来看 足以来看一些议题 就先来看这个 浮点数的格式问题 好 那格式问题的话 就是说呢 其实呢 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A加B的结果做完之后呢 再跟C做加法 或者说 B加 B跟C先做加法 做完的结果 再跟A做加法 好 注意到 这样的话就是 你很清楚 这个在中学时代 你就学过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交换率 结合率啊 但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在浮点数本身 是不适用的 好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不是每次都会失败 但是你要搞清楚 就是在特定的一些组合下呢 A跟B线做加法 再跟C做加法 或者 然后跟 B跟C做加法 之后 再跟A做加法 这样会导致什么 有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好 那这件事呢 有还会 因为一些意义体变得更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现代的 处理器呢 现代电脑 其实它有非常多 不同的这个 运算单元 那甚至还要考虑到 平行度的考量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着重在 ILP Instruction Level Parallel 就是指令层级的平行度 或是TLP Threat Level Parallel 就是说 一个是在指令层级的平行度 另外一个是在 执行序层级的平行度 好 那你考虑到TLP跟 TLP跟ILP的话呢 你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我们常常会把运算 切割成若干的小单元 所以我们先 分出去非常多的 这个小的运算单元 那做完之后 再Solo 再把这些结果 汇整起来 可是问题来 汇整的时候 很可能就遇到这问题 对吧 就是说 你可能是A跟B线做运算 然后汇整的时候 再跟C做运算 然后这件事呢 就可能导致刚才 这个画面中看到 另外一个运算式 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如果我们 都是在同一台电脑上 会不会 遇到负点输入的问题呢 其实 你要搞清楚说 你现在用的是哪一套指定机 尤其现在的电脑呢 指定机呢 非常非常丰富 即便是一只手机 它上面都有 像我现在用的这一只 魅族手机 那它的这个 浮点数 其实有好多个 选项可以选 好 那如果我们不先 不探讨 按的处理器的话 我们看Intel的处理器 那Intel处理器的话 来讲的话 你可能知道Intel有个东西叫 X87 浮点数 Coprocessor X87 Coprocessor 好 大家知道就是Intel呢 最早最早的时候呢 在做处理器之前是卖 卖什么呢 卖记忆体的 那但是呢 打不过日本的厂商 所以呢 就是这个 Andy Group 对不对 就是说 Andy Group 讲过一些很经典话 就是说 唯有偏执者 能够生存 他讲那句话的 这个时空背景是什么 当然不是现在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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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 主导地位的时候 而是 那时候Intel 这个 做 主要做 机体的那个Intel 然后 遇到了很大的挤压 因为这个 日本厂商 又做出的品质 又好 然后价格又低廉 然后 整个Intel 这个 毛利大幅下降 然后 但是呢 公司又没有什么 新产品 公司一直想要转型 但是很多新产品 转型都失败 所以他早期 Intel其实做了非常多 不同的尝试 就是 我讲的早期 就是说 1970代 1980代 其实有时候 你会分拍清楚 这些公司到底是 搞软体来搞硬体的 比方说Microsoft 其实你知道Microsoft 以前有 有做过什么 有做过硬体的 除了Microsoft 有做滑鼠以外 就是 Microsoft 那个 你可能有用过 Microsoft 牌子的滑鼠 然后呢 Microsoft有出了Xbox 其实 这个 Microsoft当年 是有出过什么 是出过这个 是 是有出过那个 CPU卡 在扩充的 然后呢 Intel当年也是很好玩 当年其实 搞东西也是蛮多的 除了做处理器来讲的话 Intel当年搞这个 作业系统 也投入了一定等级 好 那这个X87 就搞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 Intel想要 就是 当时在转型 所以 决定去做Micro processor 那去做Micro processor 遇到很大问题 就是说 因为 其实那个 处理器的良率 其实不是很高 然后呢 再麻烦是说 那个时候 那个处理器还是很贵 那所以呢 这个市场定价就很尴尬 因为 Intel不能卖的太贵 真的 道理很简单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对老大哥 比方说Digital 对不对 做PTV7 PTV11 那个Digital 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些 老大公司 然后 Digital 比Digital更贵的还有 像Kley 这种超级电脑 那所以呢 这个在市场区隔来讲话呢 Intel呢其实不能把这个晶面卖太贵 可是呢 这个晶面太简单也会导致什么销售不好 所以后来Intel的做法就是这样 来它出一个X86架构的设计 然后呢 再把浮点数相关的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协同处理器 所以注意到 这个协同处理器呢 它就可以搭配 搭配它对应的这个X86系列 所以你看它有8087 8087 80287 80387 80487 80587 好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市场手段 好 那 这是一个市场上一个创新 因为在同一个时代呢 其实能够做比Intel 复杂 运算能强的 处理器 多的是 但是Intel用一个亲民的价格 好 然后去一个足够姿态柔软的方式 切入市场 好 我讲的姿态柔软 好 就是你可能很难想 那就是简单说 在1970年代 1980年代 Intel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组合 其实这个Intel呢 它可能同一个名称 然后它也可能不同的家族 好 这是很正常的 好 那再回来我们刚才这个探讨 这个这个议题上 好 记错 所以呢 这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在X87上 但我们今天讲的X87是 是通称的 它其实有一大堆8087这系列 好 那这个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内部呢 是用80个位元来表示复典数 诶 你隐约发现跟你学的I2.1754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总之呢 这个 在X87 call per set上呢 它是用什么 80个位元去表示 然后呢 可是呢 I2.1754呢 它有去定义嘛 比方说单精度的fault 是三色位元 那双精度的fault是64位元 好 所以呢 它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 把内部的80位元 把截断 截断成三色位元 或者把截断成为64位元 好 那这样的话 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截断的时候呢 后面就把 后面就有些位元损失嘛 就像这个远周率一样嘛 假设呢 你今天表达数据是这样 好 你把后面几个位元把它截断 你会得到一个什么 你会得到一个imprecise 但是accurate 所以大家注意到 我们把这个一个数 从80个位元 truncate 就是把它截断 截断之后呢 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个accurate的值 但是它就不再precise 所以它是imprecise 好 所以呢 你就会遇到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当这个corpus 做完这个数值处理之后呢 传递给programmer的时候呢 传递给程式开发者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数值是会有什么 是会有 会有删去的 那所以呢 有可能会因为你的数值因算 导致什么 这个误差扩大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再来是一个更尴尬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 同样在intel架构下呢 能够做这个浮点数的实作呢 除了透过这个corpus 就是x87以外呢 其实你还可以用什么 你还可以用这个 这个sse2的指定机来做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因为这还要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编辑器的资源程度 比方说呢 以microsoft的这个visual studio呢 要2013版才能够 才能够输出正确的输出sse2 否则你就需要什么 你需要写inline assembly 那当然 像机器就client的话 那就可以就可以指定了 那顺便这边讲一下我们 我们在成功大学呢 我们有去发展一个专案 叫sse2neon 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你就想像说有很多程式嘛 对不对 就针对这个sse做最佳化 针对这个intel的sse去写了很多组合员 然后呢 你会希望把这些程式把 移转到on的平台上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工具叫 sse2neon 然后呢 也获得一些合作者 采纳 那我们最近就是 会希望把他用在这个 apache的spark 对就不要怀疑就是那个 就是用在一些 像spark这样的一个 分散式运算的平台上 那这样的可以协助什么 因为里面 可能已经有一部分的程式码 是用sse撰写的 但是我可以透过sse2neon 然后把它转换成 能够在on的平台上运作 然后呢 这样的程式码修改量是很少的 原则到你只要你只要改header 还有改一些 必要的一些参数传递 你就可以把原本运作在 sse intel sse的转在 on的这个尼央上面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错对不对 但是你要考虑到什么 就要考虑到 你要确定说我今天的浮点数 到底有什么什么处理 好 然后呢 再来是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算呢 在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算你都在单页的cpu架构 因为在指引极之间的资源 然后就像西方刚才讲的 你浮点数呢 要用 要用 s87来做呢 还是用 sse呢 还是用尼昂来做 那这样的问题呢 也会遇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像这个 在on上面 没错 就是包含手机 手机的话 其实你有 至少你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 vfp vector v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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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VFP來做運算 就是同樣是做運算來講話 以尼漢來實做的話 有機會效率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尼漢的實做呢 跟IE221754所定的伏點 是不完全相容的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就算sauce code是一樣的 就算都在同一個on的架構 你在編譯的時候呢 你選說你的伏點數是走VFP 還是走尼漢 會導致什麼 有可能會導致輸出結果不同 你不覺得你頭很痛啊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問題呢 還會再擴大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編譯程式碼的時候呢 其實會需要什麼 需要一些韓式庫 那這些韓式庫呢 它可能是動態的時候載入的 當然也可能靜態的時候連結的 那總之呢這個東西的實做呢 我們想說一些數學相關的韓式庫的實做呢 它就要考慮到什麼 就前面這個precise accurate這些議題 那所以呢這些問題呢 會導致更複雜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再繼續看那個 CPU看完之後 我們再看GPU 那GPU來講的話呢 為了要考慮到什麼 Blueput 還有加速上考量 所以往往呢 不會直接跟i21754相融 所以呢 其實在GPU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會有不同的這個 浮點數的架構 然後呢 所以這件事呢 讓整個數值運算呢 變得很複雜 那在這個NVIDIA GTC 那裡面就講了這篇 就講說浮點數啦 跟它對應的這個i21754的相融度 這個議題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會知道就是說呢 所以請你不要把它 只是當作一個運算 那我們要考慮到 它其實會有什麼 運算本身的限制 甚至呢 在很多數值本身 它是沒辦法運算 甚至你要去改變 就同樣的寫法 你必須要 同樣的數學式呢 必須要改變你的前後順序 改變它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操作 你才能夠確保 它是正確的 好 那DSP的話呢 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手機上都會有DSP 不管是零發科的晶片 或者是高通的晶片 裡面都有DSP 那像這個高通的晶片 這個太神奇了 這個 高通的這個DSP 這太好用了 就是功能太多了 Audio可以走DSP 然後那個 有一部分的Video的工作 也可以分攤到DSP 然後甚至 甚至那個 你在DSP上面 還可以做 一些這個 城市 城市的開發 就通用城市的開發 然後呢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DSP呢 通常呢 它沒有直接提供 IE出貨域754的這個 複點數 所以往往呢 需要用到一個東西 叫Fix Point Fix Point 好 那Fix Point的話 我們中文翻譯 可以把它翻成定點 一個叫Fu 一個叫定 好 然後呢 這個操作呢 相對是很迂迴的 好 那這個 有關的這個議題呢 你可以來參與好這篇文章 就是 這篇其實寫得非常好 我們上面的資訊 其實是從那邊 轉移加上一些煤批上過來的 好 那這個來講的話呢 就是 在這一篇 就是2008年的這篇論文 它繼續去探討 就是說 比如說 浮點數 在這個 設計上 一些 一些限制 尤其是考慮到 不只是運算本體 就是 我們 演算本身 就是你怎麼去用浮點數 以及說 像剛才提到這些不同的這個 運算的這個 硬體上 你要特別考慮到 好 所以我們講的是 從硬體啦 兵溢器啦 甚至哪有說 做一些我們的資源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 透過一些 比較 我希望比較生動 好 我最近 最近 有空的時候我就開始做一些 参考一些梗圖產生器 就產生一些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圖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找一些 找一些這種圖例 來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想要 我想要跟大家談一下 補點數 這個東西的這個 它一些背景 好 那所以我們要先了解一個東西 叫做 像根號2 好 根號2呢 我們知道是什麼呢 它就是 它不再是有理數了 好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一個 無理數 但是它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數有確定是什麼 它是無理數 好 但是這個無理數呢 其實它 又出現得非常 又非常容易出現 對吧 好 比方說你考慮到這 畫面中這個 這樣等腰的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如果它兩個腰都是 長度都是1的話 好 那所以來講話呢 也就是 AB跟AC 它的長度都是 一個單位的話 那請問 BC是多長 好 那這件事尷尬啊 這是什麼 這是根號2吧 好 可是呢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讓什麼 讓一代人的信仰 甚至創造出什麼 第一次數學危機 好 那你有興趣可以去參考這個 好 那這件事的這個衝擊呢 正是什麼 畢士定裡面的畢士 好 畢德的 畢達哥拉斯 好 那所以呢 這邊來講的話 也有一些故事 因為其實呢 在 畢達哥拉斯那個年代 其實人們呢 很崇尚一個東西 叫什麼呢 就是 分數 這個分數來講的話 在古希臘啦 古埃及啦 然後不然說這個 蘇美啦 甚至在這個 中國商代 好 那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好 看到什麼 分數 那甚至你可以 如果你對那個 蘇美啊 好 或是古埃及呢 有一定的之外很好玩 他們的古埃及很迷戀 那種 連分數 就是分數 分數裡面呢 還會有分數 再這樣一直 連分數 好 然後呢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分數其他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就是有個比例 好 所以你可以想說 為什麼這個分數呢 好 你看這個分數 分數這個字 為什麼 為什麼是照這個 照這個詞 對 就是說 我那個分數啊 為什麼長這樣 其實他就講什麼 他就著重的是這個比例 就是我有個全 有個整體 這整體上面的佔了幾個部分 那佔了幾個部分之後呢 我又可以把它 成一個特定的倍數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這些 幾分之幾啦 都是講什麼 整數 那當然這個 古希臘啊 古埃及啊 還有幫助蘇美 他們這些這個早期 為什麼這個需求很明顯嘛 就是為了像 丈量土地啊 分配財產這些 好 那可是呢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像上面展示給大家看的 我很容易就遇到 根號二講的一個數 對不對 就像這個 這件事是逃不掉的 好 那可是呢 這件事呢 往往呢 對這些 毕達哥拉斯他們那些學派呢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衝擊 因為 他們認為說 萬物都是數 然後萬物都可以變成 幾分之幾的方式來去表示的 好 可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尷尬的是 像根號二的數件 就沒辦法變成它是幾分之幾 好 所以呢 遇到問題怎麼辦呢 就知道解決問題了 那當然這句話的說法是很多的 就是 有很多版本 但是通常都有一個固定的結論 就是說 發現這個問題的人 萬物他被解決了 好 然後呢 雖然像毕達哥拉斯這些人 一輩子都在追求真理 可是你看 根號二的出現 讓他們這個真理動搖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說明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像那個 古巴比倫 他們很早就用什麼 六十晶圍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你知道那個氣形魂字吧 兩個劉伊亞 底格里斯河跟 優法拉底河 構成的這個 沒所不達 米亞的平原 那 所以呢這上面來講的話呢 他們上面有什麼 有 氣形魂字 然後有 六十晶字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早期呢 就是有 對應的什麼 法典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當時的數字系統 比方說長得像這樣 一 然後 一就是六十分之六十 六十分之二就是四 那 六十乘以六十分之五十一 六十乘以六十乘以六十 分之十 那 他們就通分完之後得到這個值 那這個值呢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值就是什麼 近似於跟它二的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這邊 泥板上呢 它就有對應什麼 對應的數字系統 而且 看起來的確蠻有效率的 你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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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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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底下呢 就是那個 根號二 然後用那個 啊 十分逼競法的方式去去描述 好 然後呢 那在Google搜尋來講的話呢 你去個Google搜尋列呢 你去個Google搜尋列呢 打一個這個 這個SQRT Square Root 然後可以去什麼 你可以去計算跟它二 甚至你可以在Google要求呢 畫一個方程式出來 你可以給一個方程式 然後它就 會把對應的圖畫出來 呃 我們剛剛講的是 呃 用十分逼競法 當然就是講這個十分 十進味的 好 那底下呢我們講的東西是 二分逼競法 好 那二分逼競法的話呢 演算比較好寫 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呢 這件事在電腦上呢 可以有機會更有效去實作 然後可以用 呃 遞回方式去描述 好 那請你去參考這個 相關這個影片 然後講這個 呃 講這個 二進位這個平方 到底怎麼運作的 好 然後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來講話呢 我希望帶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呃我們講這個 這個像根套二 好 那他其實構成了福典數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呢 呃 人們從這個什麼 從這個 呃 從上分數的那個年代 就是古巴比倫啊 古希臘啊 古埃及啊 這些從上這個 呃 用分數 所以為什麼叫 尤里數 其實這個字很不好 其實他 就是尤里數那個字 其實你看他英文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講什麼 他數值的觀點 就是整數跟整數的觀點 但是根套二出現之後呢 你會導致很複雜 所以你看到像古 呃 古巴比倫倫呢 他就在泥板上 還記得嗎 他們就做什麼 去描述一個根套二的運算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呢 其實這個我們講這個 運算來講呢 他其實都是 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逼近方式 都是一個 找一個 相識方式去表達 好 然後呢 那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們探討到福典書的這個 呃 它的這個 精準度 精準度 這種話的話呢 其實很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這個 跟整數比起來 是完完全不同的 就是 事實上呢 我們表達數值來講話呢 我可以表達很遠的 好 我可以表達沒有 或是 或是 就是零個單位 好 但是呢 我很可能沒辦法表達中間 有點像太空 對不對 就像你看這畫面中這張圖 其實它在探討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呃 你也許可以表達一個 某個數值 好 比方說企業號了 你也可以表達某一顆星星 好 但是中間就像那個 外太空一樣 看起來很浩瀚 但是總是有一個區域是空的 好 或者總是有一個區域是我們觸及不到的 好 其實福典數據就像這東西 好 所以為什麼 再一次強調 為什麼這個東西叫Floving Point 好 因為呢 它不是像整數一樣 一個接著一個 好 就是它有一個固定間隔 好 你順便可以想 Integer這個字 Integer這個字 Integer這個字就很有趣啊 你看Integer我們把它翻譯成整數 但是呢 我們可以叫什麼 呃 我們可以一個字叫integrity 好 這個字你看 這兩個字很像對不對 一個叫Integer 一個叫integrity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翻譯成正值的 或是一字的 好 那為什麼 這兩個字有關聯 對不對 再講一下 整數叫Integer 好 那講一個人 嚴型一字 好 我們就要稱為integrity 好 那這兩個字關聯在哪裡 因為整數 比如說你有1 後面就有2 2後面就有3 3後面就有4 好 所以只要我們沒有到它的這個上界的時候 或到下界的時候呢 我都可以去推出下一個數 好 或是臨近的數 我也有一致的規則 好 一致的手段 可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forting point 沒有 對不對 它就是這樣 這個畫面中看到一個 你可以表達特定的數值 但是總是怎樣 總是會有一個地方是很稀疏的 好 而且你事實上沒有臨近的值和概念 好 因為可能臨近的東西根本不存在 好 或是說它就是非常遠 那這會導致什麼問題呢 乍聽知道好像 好像只是一個選擇 好 但是導致問題可複雜 好 來比方說呢 我們用python來做運算 比方說呢 你就0.1加0.2 那這個 你就跟0.3做比較 你會得到的結果不同 你就分別去算 事實上你把0.1加0.2 你會得到的值呢 是0.3略大的值 好 然後呢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你輸入0.3的時候呢 你得到的值是什麼 比0.3略小的值 所以你看這件事 你把0.1加0.2的時候呢 你得到的值呢 是比0.3略大 好 那如果說你單純去表達0.3的話呢 這個值呢 事實上比0.3是略小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 這件事有點像什麼 我的孩子不是你孩子 對不對 我的伏點數不是你的伏點數 好 所以事實上呢 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開始思考 好 跟上面有沒有關係 有 很大的觀點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去思考 這個議題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寫一個小程式 這顯然就是一個西程式的 好 那我們指定兩個伏點數 一個叫 2.999999 6個9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2.999999 有什麼 7個9 好 所以一個是 6個9 一個是7個9 好 那個 那個什麼 那你說 那個 有沒有5個9的 好 5個9叫95至尊 那就郭台銘嘛 95至尊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私人飛機 好 不探討他那個東西 好 然後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去做這個運算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運算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運算做什麼事呢 這個運算呢 就像他字面上意思一樣 好 我們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 最接近那個數單略小的 好 所以我們去找一個什麼 不會大於給定的數值 好 那他有好幾個版本 對不對 有這個 有弄的版本 弄Double的版本 有Float的版本 好 然後 那當然也有陳述 有那個Tectic 有Double 有Float 可以弄Double的版本 好 那所以呢 以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要找到一個什麼 找到一個 最接近的就是值 好 略小的值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這樣代電器結果呢 其實會得到不同的 好 所以注意到 我用6個9代進去 2 後面6個9的時候呢 最後做完運算的時候呢 得到2 好 那如果說呢 我2 用7個9代進去的時候呢 會得到3.0 好 然後 這時候就覺得頭很痛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有這個好用的工具 叫做 IEEE754 40 Point Converter 好 這個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 你可以帶一些數值進去 去觀察一下真正存東西長什麼樣 好 比方說這個 我們就把它輸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輸進去 好 輸完之後呢 它就會做一些運算 所以事實上呢 你看喔 我們輸入的數值是這個 對吧 2 點 小數點後面什麼 6個9 好 所以事實上呢 那儲存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存這個 你看喔 儲存的時候其實後面還有這個東西 好 然後 呃 接著你可以從2經維的形式去看 好 就是說這個值是正的值嘛 好 然後呢 看它有什麼exponential 跟它的mantisa 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可以幹嘛呢 我可以把2後面有7個9的數值 輸入進去 好 觀察一下 2後面有7個9 好 這個值好玩了 所以實際上呢 2後面7個9的時候呢 實際上存的東西呢 是3 好 那你看喔 剛才的形式跟現在的形式落差很大 對吧 所以你看這個什麼 你看這個二經維的表示方式 看起來 這一個 2後面7個9的時候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我們再把後面一個9拿掉 欸 這個二經維的形式呢 就顯然差異很大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6個9 再補個9 欸 這時候變得很漂亮 7個9 7個9的時候呢 很漂亮的一個表達方式 好 那所以你可以 大概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預算呢 好 因為事實上呢 前者 其實這樣 其實它還沒有到3 所以呢 我們最高進的值呢 是什麼 12 就是 這個 但是呢 這個值 它現在就是3了 好 所以存的時候就是3 所以呢 最後做完預算的就是3 好 然後呢 這個 事實上來電腦發展的過程中 不是只有二經維 其實有像什麼三經維 其實都會被人家提出來 就跟那個60經維一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 古巴比倫呢 就用這個60經維 然後呢 跟文化 跟文化有影響 就是說 比方說像這個 法國人 對 法國人 他是羅曼語系 那羅曼語系呢 受到拉丁文有很大的影響 好 然後呢 拉丁的系統來講話呢 在數字上是用20經維的 好 那所以呢 像這個法 法 法語就很討厭啊 對不對 法語就 就是123456790 然後算到 講到20 對不對 然後70啊 很討厭啊 什麼三個 三個20再加10啊 住不住 很討厭 好然後呢 這個 三經維這個東西有趣 三經維這個東西呢 在這個我們之前 你所不知道 西元素質系統篇 其實有探討過 好 他在做什麼事呢 他有個形式叫 Balance Terminal 這個 那這個東西它是怎麼呢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 他是 三經維 他每個維圓 就是三種中海 有正一 有負一 還有零 好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 不需要有符號 就可以表達數值 好 而且 號稱 注意到在數學上運算來講的話呢 他對空間的使用也是最有效率的 好 那事實上呢 前蘇聯呢 的確在什麼 呃 莫斯科 莫斯科國立大學 有創造什麼 創造一個這個 早期的 三經維電腦 好 而且這個 DanoNath DanoNath呢 甚至說什麼 說這個東西有可能是未來的電腦 好 那 所以 講這個例子主要是讓大家知道什麼 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說其實電腦 發展其實是很多元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 整數 好 那比方說我們從十經位到二經位 好 十經位到二經位 好 就是 呃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呃 數值間的那個變化 好 比方說我今天要從這個 從一三五 好 然後這個數值呢 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那個二經位 好 那你就一直除二 好 然後就看余數 所以呢 一三五 它顯然什麼 它不是 它不是偶數嘛 好 所以呢 它最後一位一定是一 好 所以我就處理 好 然後呢 得到六十七 然後繼續處 好 那就開始 一直一直累積 好 所以剛才那個一就到這裡 好 然後呢 中間的一 這樣子過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什麼 一三五就等於這個數值 好 好 那接著什麼呢 是這個 Fraction 好 就是剛才講那個分數 好 那分數來講話呢 比方說實境位的0.6875 好 對不對 現在像這種東西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怎麼做呢 好 呃 我們就需要一個什麼 就需要一個 呃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好 就開始開始 開始去做這個運算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它的轉換方式也很像 就是說它是什麼 注意到 這個 在 十境位轉二境位的時候呢 在 在小數點前面的時候 小數點前面是用除的 好 那小數點後呢 很難玩 就一直乘二 好 就是小數點後 就乘二 然後呢 注意到呢 這邊的轉換呢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事實上呢 有很多數值呢 它其實沒辦法怎樣 沒辦法完整的必須表達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十境位的零點八 對不對 你看到 你看到八 會覺得 OK 對不對 就八是什麼 八呢是二的三次方 但是呢 零點八 零點八是什麼 二的三次方 再除以什麼 再除以十 那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件事呢 用二境位就不能全部的表達 對不對 它其實就需要什麼 就需要循環小數 二境位的循環小數去表達 好 那接著呢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過什麼 那個 X87 那個什麼 X87它其實內部呢 是用八十個位元 八十個位元去表達的 這個 那所以呢 事實上呢 真的在 在做運算的時候呢 其實會 會 刪去特定位元 比方說 從八十個位元刪去 然後留下三十個位元 為了單金度 或者說雙金度的話呢 留下六十四個位元 那這件事呢 對運算上的影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的影響可大啦 因為我事實上 會把這些數值刪掉 所以事實上呢 我有多少數值 可以讓我們刪掉 或者說刪掉這些數值之後呢 衝擊在哪裡 所以說我們之後要去思考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歷史故事 這個歷史故事很有趣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這個 這個納粹德國有很多黑歷史 就有很多這個黑科技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Luce 這個 Luce呢 其實它在1935年 到1938年就發展一個Z1 然後呢 在相似的時期呢 1940年代的話 那就是 ABC 另外一台電腦叫ABC 那它是採用二輕微的 所以你會知道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這個電腦 就ANIAC 很多書本說它是第一台電腦 這不對 其實第一台電腦多的是 你真的要講的話 它叫做第一台可程式化的 現代形式電子計算機 這是 因為其實比這個ANIAC強大 運算能力強 功能豐富的東西多的是 比方說就是Luce Luce發明的Z1很有趣 Z1呢 其實它就可以做什麼 它就可以做浮點數 它是二鏡位 然後可以做浮點數 二鏡位浮點數 那它後續的版本呢 比方說像Z3啊Z4 如果說你有去逛過這個 在柏林的那個博物館 你可以在柏林的那個 博物館看到 有一個專櫃 好像我這個 我是2019年4月的時候去 去柏林 然後柏林參觀那個 那邊的科學博物館 那很震撼的 就是 就一整個像這個畫面這個 就開始看到那個電腦 電腦的發展 好 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說呢 事實上電腦很早就考慮到什麼 浮點數 但是浮點數的標準 浮點數的工業標準 一直到什麼 到1985年 RXV754才定案 好 所以在這之前有非常多的機制 好 那順便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早期的電腦會有什麼 36 bits的那個 CPU架構的表現 就是你去搜尋這個 就是 36 bits computing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早期的電腦 其實很多 是36美元 對你沒有看到 36美元 36美元 36美元的電腦多的是 什麼 這個 就是這個 很多早期的電腦都是 都是那種 36美元 為什麼呢 因為很重要的需求就是 就是為了浮點數的運算 然後 那而且呢 當時的電腦呢 是用那個 字源 是用六個位元去表達 我們現在講的一個byte 是什麼 一個byte是bug bits 它是一個工程上的一個取捨 所以事實上 早前的電腦是什麼 是一個字源 只有六個位元 那 所以 一個 一個字源 六個位元去表示的話 事實上 它能夠表示就很有限 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早期的電腦 早期的電影 早期電影 有講到早期的電腦 的話呢 你會發現很有趣 那為什麼這個 以前電腦都只有大寫字母 你自己想想看 2的6次方等於多少 2的6次方 很小的一個 一個 一個範圍 所以事實上呢 只能放什麼 只能放大寫 事實上小寫跟大寫呢 其實 其實什麼 沒有 就是只能放大寫進去 而且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36美元系統 還可以做到一個很酷的事情 可以把它拆成什麼 9個bit的字元表達 然後 但是呢 它不是 8位元反而放不下 對不對 放下去還會有些空間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發展一個9位元 所以主要9位元其實有 Martix Unis 這個什麼 發展的上一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期電腦為什麼有36位元 這個東西 你大概猜出來對不對 跟什麼 跟數值運算有關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8087 就所謂的X87 那這個東西呢 是1980一代 去發展的 那它最主要用途就是什麼 就是跟8086搭配的 8086呢 原則上只能做整數運算 但是我可以搭配一個Code Processor 去做這個 伏點數運算 那這個8087的處理之後呢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這個 i241754的 標準的 的 形成 那注意到呢 在這個 8087 8087它其實內部什麼 內部就是84位元的表示方式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那我們剛才探討到這個 X87裡面用到 內部80位元的表示方式 好 然後這件事呢 對i241754的發展 有很大的觀點 那 過程中呢 我們在這次的講座 希望跟大家談一些 呃 一些致敏案件 然後這些案件都是 可以追溯得到 就在 你可以找一些相關的一些 呃 參考資料 好 那我們後面有附一些 那 呃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Pentant處理器 Pentant處理器呢 在1993年提出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這個也是 Intel這家公司 在轉型過程中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齁 在1980年代 Intel公司已經在 個人電腦領域 站穩 站穩步伐 那在1990年代呢 Intel就朝更高的運算去著手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P5 好 那 那就講這個Pentant 好 那 呃 另外一個處理器叫Pentant Pro 我們稱為叫P6 好 那不過在之後 之後我們就不是叫什麼P5 P6 這種區分好 而是會有一個對應的一個扣念 好 然後呢 1993年的時候呢 這個處理器呢 就是 載著這個Intel很大的一個突破 好 就是在功能上來 在設計上一個大的突破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做這個運算呢 之後會發現什麼 會得到錯誤的數值 所以 預期呢 是這個數值 就最後打到是這個數值 這個 從右邊看來看 不要從左邊看 所以你看喔 事實上的誤差呢 其實也不大 對不對 後面呢 是1002 那左邊呢 是7589 但是前面幾位都是 前面幾位都是正確的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很不幸的地方是 這件事導致呢 Intel花了 超過4.7億美元的那個 損失去回收 好 那這個可以在這個 軟體缺失導致的危害可以看到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介紹一個 很重要 I-12754背後的這個 靈魂人物 好 這是 William Cahen 那William Cahen 那William Cahen教授呢 就是 他是 I-12754背後的這個設計者 好 那他也是在1989年獲得這個圖領獎 那你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跟幅典數相關的一些操作 都可以看到Cahen教授的這個影子 然後 嗯 好 就像剛剛提到了 1985年所制定的 I-12754規格 其實他不是指低逆的格式 好 通常你在學習的時候 你在學計算機概論的時候 通常是學這個 Sine 就是Exponent 跟這個 這個一些Mantisa這些部分 但是事實上呢 沒有 不是那麼單純 事實上呢 這相關的一些操作 包括說 加法 減法 乘法 除法 開根號 主誰這些東西 其實這樣 是有規範的 以及包含說 這個轉換 然後呢 事實上會有一些什麼 一些Exception 比方說0出於0 0出於0的話呢 其實注意到 我們在中學時代 中學時代呢 我們得到一個很不精確的答案 好 就是你看到0出於這個東西呢 你在中學時代 跟如果說你有機會 在數學系上的 相關的課程 上的這個數學討論啊 上了這些 必要的一些基礎課之後呢 其實回答方式完全不同 好 因為你在中學時代 學到0出於0 你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未定義 但電腦不能未定義 電腦什麼東西都要很明確 就算例外 也是要很明確 事實上呢 在EGI出於1754呢 0出於0 還要分類型 好 我們可能會得到 兩種不同的這個 兩種不同的0出於0 一個叫 就是它本質上它都是 叫做not a number 它不是數人 好 但是呢 我有可能會有一個叫 quiet not a number 或者叫signaling not a number 晚點會講 總之就是說 這些都是在EGI出於1754的規範 而且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規範一直有在往前走 所以呢 來看一下 EGI出於1754 2008 I7-1754是2008 I7-1754是2008 就是不同的這個改版 然後呢 它下一個改版是在 2019 2019 就是2019的這個改版 好 那 所以注意到 事實上那個我們講那個所謂的標準 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 其實是 有變 一直會一直會往前走 就像我們講西元一樣 其實這個標準 其實都有在 都變更了 好 然後呢 這個通常呢 新的標準呢 它就會去釐清 過去一些 描述上不明確的地方 甚至還去提供一些 percision這樣的一個訴求 好 那這邊來講一下這個 浮點數 浮點數的話呢 那就是用32文言去表示的話 意在I2-1754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 有對應的像這個 sine exponential的部分 reflection的部分 好 然後呢 所以來講話呢 呃 以正面來講話呢 像這個數字 就實境位的這個 0.15625 好 那我可以把它表示成 二境位的這個 呃 0.00101 好 好 那也可以變成是什麼 101乘以2的-3次方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這個形式呢 我們可以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表達 好 像這樣的一個 方式去表示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東西呢 叫做都市傳說 這個 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是什麼 就是說講這個浮點數 浮點數呢 這個 後面有效的位數呢 實境位有效的位數呢 是 7位 好 這個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 都市傳說 好 但有趣啊 這個事實上呢 這一部分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這個是這樣計算的 就是說呢 這個Mantisa Mantisa有23個位元 好 然後呢 加上 這一個 implicit bit 好 那算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2的24次方 好 然後以10為底的對數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7的 好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就是有一定的那個 合理性 好 那不過這個樣的 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它有效其實就是 是 在維基板殼上面 秒數是 6到9位 好 6到9位是怎麼算的 就是說你呢 把實境位把它轉化成 I3為754的表值方式 好 再把它轉回去到這個 實境位 好 所以要看你數值分佈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講這個7位呢 只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相對值 好 就是說 事實上這取決是什麼 你原始數值的變化 好 就像原始數值 你用二進位 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表達 好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64位的版本 好 也就是所謂的 雙精度 好 注意到呢上面呢 單精度 那底下呢 我們稱為叫雙精度 雙精度呢 就用到64位元 好 那 在exponential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說 原本從8 提升到11個位元 好 然後呢 Mantisa的部分呢 23位元提升到 52個位元 好 那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伏點數 它的伏 給大家欣賞一下 伏點數到底有多伏呢 好 就像畫面中可以看到 是讓伏點數呢 那在數值小的時候呢 其實很稠密的 如果你把那個有效的那個數值 就這樣畫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小的數值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怎樣 是很 是很稠密的 那隨著數值變大之後呢 它就寬寬寬寬 就 這間隔就變大 在原點的話 就像那個星系一樣 星系跟星系之間 好像間隔都是差了好幾個光年 這樣 但是小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 這個什麼 看到它的這些變異 所以為什麼它稱為叫伏點 因為呢 伏點數能夠表示的數值本身 是什麼 是 浮動的 而不是像整數這樣 一個接著一個 可以預測 嚴型一字的 對不對 就是我有7 就知道8 有8就有9 就像一個人做事嘛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 他說 這個我上了之後就要做到什麼事 對 如果他嚴型一字 那我們就稱為這樣 那如果說他上面之後沒有嚴型一字呢 那我們就可能 抱持很大的問號吧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把上面這張圖呢 把它轉換成對數坐標 好 對數坐標 好 所以就這樣 這上面呢 原本是吧 原本是1 2 4 然後這樣這樣子 然後把它轉換成對數坐標之後呢 就變得更有趣了 認真看上面這張圖跟下面這張圖 那我們會考慮到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數值分布 好 所以數值分布呢 其實他就 就更像那個星系了 對不對 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總是在某些點 可以找到一些 找到什麼 找到一些鄰居 對不對 那我們在小的數值的時候呢 你看到 小的數值是怎麼講 就是像這種小的數值 好 其實這一整塊 是非常稠密的 這一整塊 對應到這上面 非常稠密的 但是呢 隨著數值變大之後呢 我們事實上能夠表的數呢 就 就什麼 就越越少了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們要去想 就是 Rounding Rounding來講的話呢 把翻譯成那個 中文的話 有幾種方法 你也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捨入 就是 有捨棄 也有進入 那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Rounding呢 可以是向上Rounding 就是比你原本的數 再略大 也可以向下 好 那我們可以做到四捨五路 好 那也可以 也可以 去掉 那當然這個四捨五路呢 就很有趣啦 上次我在看那個 看一個這個 這個中古的一個綜藝節目 所以反正有一個人上台要Pitch啊 就反正他就講他的產品做得好棒棒 他說 我們這個實用者啊 這個什麼 實用者已經有這個 什麼 實用者的數量 就是訪問的那個 這個瀏覽的那個網頁數呢 已經有五千五百萬次了 哇 將近一個億 對不對 這個 這些評審都驚呆了 他說 這個五千五百萬次 哇 這個就是了不起 你瀏覽次數那麼多 很了不起 就他說將近一個億 哇 這個 這個將近好像也將得太遠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是Rounding 向上的 有向下的 好 那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 所以事實上呢 i2waychoose呢 他不是定 只是定了一格式 對不對 還包含說這個Rounding 事實上是有什麼 是有規定的 而且呢 這件事呢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還有這個 像這張 這張表 我們來看看這張表 這張表呢 乍看之下 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 危機騙數 注意到這個表格的寫法是這樣 你看喔 有正的11.5 正的12.5 那當然寫來這上面是什麼 這上面是那個 石敬衛的表示方式 好 那你看喔 我這前面兩個是 前面兩個是正的 後面兩個是負的 然後呢 他的這個Rounding呢 就有不同的模式 好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個模式呢 你看喔 這個是正的 12.5 那向上去 就會得到什麼 13.0 然後呢 這個負的12.5呢 向上去 得到一個略大的值 是負12 好 然後呢 也會有像這種 所以你要看一下 它的那個 它那個相關的那個運作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些值 就是我們還記得這個分佈 其實關鍵都是分佈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很怪的東西 這個 這個很有趣呢 這叫什麼呢 叫Subnormal 好 Subnormal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呢 有些 就是在電腦處理來講的話呢 我們很容易遇到一個東西 叫Underflow 好 不好意思 這個打錯字喔 這個才是對的 Underflow 好 這個Underflow呢 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呢 呃 我能夠表達的最小的數值 其實是這樣 你 你能表達最小數值 叫X好了 結果呢 你現在操作的東西呢 其實這樣 是比這個 能夠表達的數值還更小 好 這個東西的 相對詞叫什麼 叫Offflow 所以一個是一直往上加 加加加加 加到超過 好 然後呢 一個叫Underflow 就是我這個數很小 小到 比我能夠表達的數值還小的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呃 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有個例子 好 就是-128到-127 好 然後呢 呃 如果你把-128當作什麼 當作負的無窮大 好 那你就可能就遇到什麼 遇到這個 Underflow 然後呢 這個Underflow裡面呢 它有個東西很有趣 叫 這個就是叫這個 Somnomo 或是這個Denomos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在很 在一些情境呢 它很好用 比方說呢 我們如果 你就想要說 我要做積分好了 好 我要做這個數值處理來講 好 不管是你做微分也好 做積分也好 我常常就會在 在很接近0的地方 就是在那邊移動 對不對 就是說假設我一開始的值 是一個正的值 那我一直往0前進 就是一直一直逼近0 但是我不能把它寫成0 那你就想 我要怎麼去表達這個數 可是呢 會不會有什麼呢 這個數越來越接近0 可是 它跟0的差距 可能這樣 已經 已經不是我們系統可以描述的 所以呢 就會有個機制 這個機制什麼 它讓你呢 真的可以去表示 很接近0的數 但它不是0 那你說這個什麼搞頭 我這個東西可有用啦 就是我們前面還講過這個 處理0的 處理0呢 它會拋出一些錯誤 可能會導致一些流程上的變更 總之 0處理0 或是任何數處理0 都會導致一些 很複雜的例外處理機制 這些東西在i處理1754 都是有明確定義的 所以注意到 你今天看到0處理0 絕對不能回答 沒有定義 也不能回答 不能除 它事實上是有規範的 只要有規範 它就是能夠做 只是做的時候 會伴隨著 例外處理 所以注意到 在電腦的這個 術語來講話不太一樣 然後呢 因為有這個機制呢 很有用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它可以讓我們做到 運算 但是我們不用去管 不用管是吧 可以避開這種 處理0的錯誤 你除了指就是 它在逼近0的過程中 它就不會是0 所以你還是可以做運算 但是注意到這件事呢 其實是怎樣 這件事呢 其實會導致一些 運算上的一個代價 所以這個其實 這樣的一個特徵會慢 那你事實上是可以關掉的 好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 那在這個I221754呢 事實上有規範一些很特別的指 好 這邊特別的指呢 好 讓大家看一下紫色 紫色呢叫什麼呢 Not a number 好 然後呢 Not a number要被定義顯然嘛 好 再去表示像剛才講 0處理0這種狀況 就不是 就是它不是有效的數值 好 可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Not a number 竟然好多個地方有Not a number 你看喔 我今天有Not a number 有什麼 有123 四五六 我竟然有六個數 好 所以注意到好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們用什麼 用前面講的單精度 或是雙精度 好 這邊是雙精度 那上面是單精度 好 那我們在表達數值的時候呢 最後表示出來的數值的分佈呢 是像畫面中這樣 好 所以呢 其實我們我們可以在小的數呢 相對表達是比較精準的 但你對數值更大的時候呢 就是 表達就沒有那麼精準 好 那這也是為什麼叫伏點 那有X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X的地方是 事實上呢 在i2a754呢 還去定義一些值 這些值呢 有特殊用途 標示它 不是數值 不是數值呢 顯然就是跟什麼 跟例外處理有關 這是注意到 所以你看到 我有六個 Not a number 那所以它一定 對應一些 例外處理機制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探討 例外處理機制 好 那接著是什麼呢 接著來看0 我們有正0跟負0 那正0跟負0 注意看這個東西很老闆 16禁位的表示方法 在正0來講的話呢 它是都是0 然後呢 但是在負0來講的話 然後16禁位的是什麼 是這個800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事實上的正0跟負0 就是差在什麼 差在它的3 bit 對 就前面這個3 bit 然後它的這個 Mantisa也會不會一樣 要不要講 就是主要是3 bit 跟那個exponential部分的差異 好 那接著呢 再看什麼呢 再看這個黃色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是無窮大 好 那當然注意到 有兩種無窮大 一個是正的無窮大 那一個是負的無窮大 好 然後呢 認真來看一下 正的無窮大跟負的無窮大 好 這個7f跟ff 原本就差什麼 就差 差那個exponential的部分 還有跟那個3 bit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接著來看一個什麼東西呢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我們前面有講到這個數值是什麼呢 就是會有這個 denormalize 跟normalize 好 來看一下這個 normalize 在這個地方 那denormalize 是這個什麼 是相對小的區域 叫做denormalize 好 所以呢這個東西呢 那你要怎麼去理解它呢 好 就看它當圖好了 好 所以呢我們來講話呢 其實就是看什麼 看是在稀疏的 還是在稠密的 好 所以注意看這個部分 好 所以呢我們規範那個 大部分呢 來講話呢 是相對於比較稀疏的部分 好 稀疏的部分的地方 好 但是呢也會有一個部分呢 很有趣 它叫做denormalize 好 那denormalize呢 最主要用途就是什麼 就這個東西 好 很小小的數值 這個東西的存在 可以讓我們去避開 處理那種例外機制的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呢 接著我們來開始來講 就是這個 not number not number not number呢 這個學問很大 事實上呢 我們有兩種not number 一個呢叫 Q not number 叫quite 安靜的 quite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signaline signaline 注意到它叫什麼 就是 signaline就是什麼 它會觸發 而且這個東西的觸發機制呢 很可能這樣 會一路往上傳遞 所以比較多會傳遞給 傳遞給什麼 作為系統 要知道這件事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 遇到quite not number Q NN 遇到quite not number的時候呢 程式很可能還是可以繼續 執行下去 但是呢 遇到signaline not number的時候呢 程式可能就停下來 遇到 或是跳到這個 對應的這個例外處理機制 所以注意到 這也是為什麼 not number會有六個數字 因為我要去標示它是什麼 它是quite 還是signaline 那至於為什麼要六個呢 請你查一下手冊 其實 你給我看一看 大概就會知道為什麼 好 那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好 比方說一下這個來講 你做這樣一個 就是要去 就是你可以手動去產生 就是not number 比方說你先給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呢 在一開始寫的時候 它的確是一個整數 那我把它強制轉型 注意到 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把它轉成float 那注意到這個手法很有趣 就是我把一個整數 強制轉型 很多時候你只要想說 比較寬的跟比較窄 但是注意到 因為這個數值排列都不同 比方說 10進位的7 10進位的7呢 在2進位是什麼 就是111 好 那問題呢 那依據i221754 所能表達的7 是不是 只有三個位元 就是111呢 顯然不是 所以注意到 7 這個十進位的數值 用整數去表達 它是111 好 二進位的11 但是呢 它如果用浮點數去表達 顯然不可能是111 這時候就有趣了 有趣的表達什麼呢 我強制去轉型 所以注意到 我強制去轉型的時候呢 很可能會得到一個 跟你想像中完全不同的值 好 然後呢 然後你看這件事好玩 你先把它指派到哪裡 指派到A 這個浮點數 好 然後呢 你做什麼事呢 好 就是 呃 比方說呢 你今天做這個操作的時候呢 好 比方說像這個 好 那 你就這樣子 轉型 你看 就我把一個浮點數 比方說F2好了 那我把一個浮點數呢 我取出它的地址 好 然後呢 再把這個 pointer type 它原本是什麼呢 原本是 原本是float 對不對 好 那我取出它的地址 取出地址就是 pointer to float 好 然後我們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之後呢 再做什麼 再做 de-reference 你再從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去設定 好 然後呢 注意到這個動作呢 我就可以產生出 not number 好 為什麼這個東西可以做出not number呢 好 注意看上面的值 你看喔 這個東西 7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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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7f8這個 所以事實上我就去碰到什麼 not number 這個 好 然後呢 這個 但是注意到呢 上面那個都還是什麼 上面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它是 not quiet not number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程式還是可以繼續運作 那底下呢 就列出一些從那個 從規格書裡面列出來的一些 一些描述 那 quiet not number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讓程式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還是可以做特定的一些數值操作 那這件事呢 跟這個什麼 無窮大其實有點像 所以比方說呢 我做無窮大的這個運算 比方說無窮大 減掉無窮大 會等於多少 注意到 在中學的時候 討論這件事其實沒什麼意義 那如果是大學的這個 如果你有去修過那個 那個什麼 數學導論 那就要從集合開始講 就是我以前去修那個 數學系的數學導論的時候 真的是那個腦洞大開啊 這個 這個感覺這個大腦都重新發育 所以這個強烈建議 大家已經有空一定要去旁聽一下 或者你如果是數學系的學論更好 一定要去修那個數學導論 這個讓大腦成長一下 那你再回來看這些電腦東西 你就會覺得豁然開朗 不然你永遠都是陷入在這種 這種名詞解釋上 就是其實沒什麼意思 好 那總之我這邊呢 就摘入一些這個 從這個RI-351-754的這個規範 跟你講說 他有一些 NOT number 還有一些 無窮大的 一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處理 像這種 這種東西 好 然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既然講到這個例外處理 所以注意到 在福點數來講 你不能不講它的福點 它的例外處理 那 呃 所以比方說我們舉一些 比較知名的案例 比方說這個 -1 -1合法 對不對 但是你去對它做什麼 開根號 開根號叫什麼 square root 注意到 sqr是square 就平方的意思 那加後面一個t 是square root 的縮寫 所以不要搞錯 一個叫sqr 平方 那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sqrt square root 好 那你對 -1開根號 會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 虛數 就是i 可是對不起 在電腦來講的話 不能隨便去表示i 那注意到呢 在C99裡面呢 它事實上是可以表達 C99 可以表達complex 它事實上是可以去表示這個complex number 但是呢 在C99裡面的complex number 跟ri7154呢 它是 它是 對立的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去表示這個 浮點數型態的時候呢 它是什麼 有時數 跟虛數 對 時數跟虛數 然後各自在做什麼 各自做它的對應 各自做它的這個運算 那它也有專門的這個 能夠考慮到複數的系統 注意注意到 考慮到複數的系統 前面都有加一個c 比方說我這個 能夠考慮到 複數的abs 絕對值 然後它也會搭配 它對應的浮點數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講浮點數 講浮點數呢 會有一套運算方式 對不對 就像前面講那種 Exponential Mantista 這種對不對 然後會有Not number 這個 這個複點數字也有一套 然後呢 complex number 就是 不好意思 講中文是講負數 總覺得怪怪對不對 就是 裡面分不出是正的負的那個負 還是複雜的負 好 所以我們還是講英文 所以注意到我們其實 其實呢 14 points 跟complex number 在西語言來講的話呢 它是什麼 它是 它是 它是獨立的 但是它也可以有交集 好 所以比方說這邊就是一個交集 這邊呢 就是一個 比方說這邊有ABS 對不對 這邊顯然顯然就是一個交集 哎呦 這個佛特問了一個很棒的事 就是 Not number還要不止六個 對沒錯 Not number不止六個 好 那只是因為畫圖 畫圖 畫圖畫出來是六個 好 這個 好 你們注意到它是一個範圍 好 那我們再繼續 就是 所以好 注意到就是說 在我們講這個 例外處理 這個 這個就 要注意到就是 在這個服務點數 因為 complex number 跟furnish point 是獨立的東西 它可以有交集 但是 我們在探討furnish point 是不能把那個 complex number 提出來處理 所以這邊來講話 就稱為叫什麼 比方說 對意義開根號 就叫invalued operation 然後 再來是 除以0 除以0這個東西 要來思考一下 除以0這個東西 要分什麼呢 要分 什麼 數被除 如果是整數的0 除以整數的0 注意到 如果是整數的0 除以整數的0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遇到signaling signaling signaling not number 整數的0 整數的0 除以整數的0 整數的0 整數的0 除以整數的0 這就很關鍵 signal signal 比如說 像這個 剛才講的complex number 它會有一個列表 如果說 你在liners上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寫一下 就是你自己寫一個0 除以0 那你根本沒有機會 把它印出來 因為這時候怎樣 這時候呢 通常就會遇到一個 對應的signal handler 就觸發了 所以你的程式 就不再能夠執行了 好 所以這個東西 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想像 我們今天講福典數 其實它的操作 其實很重要 我很不信任 通常我們在大學 講福典數的時候 我們通常只能講格式 因為不好考試的工具 不能教 我們教數一定要教好考試 不然學生會生氣 但是呢 你有沒有懂事自己的事 就要去問自己 所以注意到這些例外處理 就跟什麼 跟它的形態有關 好 然後當然前面講 什麼all flow這些 under flow這些都要考慮著 好那講一個真實案例 這真實案例是這樣 就是1997年 1997年的這個什麼 約克郡號 那這個約克郡號呢 它是 如果你有看那個中途 中途島海戰 那個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日本軍閥 對美國的那個 這個對決 好 那這個約克郡呢 在這個美國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名稱 好那總之在1997年的時候呢 這件事很有趣 這件事呢跟什麼 跟零出零的例外有關 所以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這個船員在操作資料庫的時候呢 把某一個欄位 不小心按了一個空白 那可是呢 在這個人機界面來講的話呢 人機界面把空白轉換成零 聽起來那很正常嘛 沒有設定就是零 對不對 好那這是什麼悲劇啦 因為那個欄位剛好會當做什麼 會當做儲術 這時候就觸發一個 零出零的錯誤 好然後呢 這時候呢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原本軟體呢 在約克郡號上面的軟體呢 對於零出零 這樣子觸發的 的那個 的例外處理呢 是沒有做的 所以這個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系列問題就一路的 一路的傳遞到了嘛 就是它是其實某一個原件 那你可以去看它的一個調查報告 它就講到某一個原件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例外就一路出發 然後這個出發就出發到什麼 Windows NT上面 那 那這個東西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它導致整個約克郡號呢 就三個小時不能運作了 天啊 這是什麼悲劇啊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這個 事實上呢 在這個浮點數的這個空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東西 像這個 叫做FV Control 在FV Control是什麼呢 就是說 事實上在硬體的那個浮點數呢 其實它會有一些 一些設定 像前面有跟大家提過VFP Nion啦 或是X87這種東西 那所以它其實它會有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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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對應的那個 機制 我們稱為叫Track 那當然 對於一些 這些 一些環境呢 比方說Java Java是不用管這件事的 那 但是呢 你看 這件事取決你的 FPU是哪一套 所以如果說你用細源來開發的話呢 你要搞清楚你的那個 FPU 那FPU 你可以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設定 那你就要去查一些相關的那個說明 然後這個是很經典的 這是這個 法國 在法國的殖民地發射的一個火箭 那它最後呢 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損失 它在 起飛後 然後37秒 就 就爆炸 而且呢 只有兩個 地面人員 就 就因為這件事死亡 那這件事的 悲劇呢 其實有來個什麼 來自說呢 在FU點數的處理呢 它另外處理是缺乏的 底下有些重現的案例 你可以去照它看一下 那 那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例子也很有趣喔 所以你看喔 像我這邊呢 要 我今天有兩個項量 一個叫A 一個叫B 然後呢 這個 你可以對這兩個項量呢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 Cross Product 或是Dap Product 那Dap Product是什麼 Dap Product就是去做 找出投影 那如果我們今天來做這個 做 做這些Dap Dap Product 那我們在做這個Dap Product 操作的話呢 那你做的運算是這個嘛 對不對 像這個 這個處理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 用寫出這個 用Python可以寫 當然用西元也是可以寫 然後就是 很簡短的寫出這樣的東西 可是很不細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 當你輸入一些數值的時候 多數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是可以的對不對 你把這個項量 你把這個V1 V2都輸進去 然後的確有看到 看到結果 但是很不細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特定的情況下 像這個 去做運算的時候 就不再怎樣 就不再能夠 不再能夠運算了 所以你看 我今天是V1 V2 V1 跟V2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不能運算呢 其實很不細的是什麼 很不細的是這個Rcos 對不對 這邊有個Rcos Rcos的這個運算呢 它的這個 有效範圍 是這個 對不對 1跟-1之間 但是很不細的是 你現在得到一個什麼 悲劇啦 你看到 Rcos有效範圍是1到-1之間 可是你看這個值 它比1略大 所以事實上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悲劇 這個東西不能 就不能再運算了 好 那接著我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很有趣 注意到這邊講的例子 都是可以追溯的到 就是我們搜集的幾個例子 好 那這個有個MNORPG 一個線上遊戲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它是一個Client Server架構 然後呢 它的整個模擬呢 它可以在伺服器上面去運作 好 然後很不細的地方是 就是 這個時間啊 它是用什麼 用單精度的方式在表達時間 好 可是很不細的地方是 這個 你就想要它有一個 有一個Timer 一直跳 好 然後我用一個Float 單精度的Float去表示 好 然後悲劇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系統呢 上線一陣子之後 這系統就崩潰了 好 那為什麼會崩潰呢 因為我的什麼 浮點數的有效範圍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這過程中呢 其實呢 這樣一系列問題 其實蠻多的 我只是搜集了幾個 那接著開始就有人去思考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浮點數 我們想要去 提升 提升特地的這個Procedure 這是一個 或者說呢 有些環境根本就沒有FPU 或是有FPU 但是我不想要用 好 為什麼不想要用呢 因為有可能有更重要的程式拿來用 所以我們不能用 或者說我們需要拿這個 數值跟 就是CPU CPU裡面有FPU 這沒問題 但是我希望跟GPU 跟DSP去溝通 那 GPU呢 它會有浮點數 但是它浮點數的格式不太一樣 那 DSP呢 像前面有分析過 它的什麼 它可能完全沒有FPU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往往呢 人們就需要去設計一些什麼 特製的 特製的這個浮點數格式 那我們稱為 叫Fix Point 注意到 Fointing Point 是有規格的 規格的 工業標準的 I2O754 但Fix Point 是沒有工業標準的 它完全取決於 你怎麼去定義它 所以注意到 Fix Point 它是一個通稱 好 好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Fix Point 先有一點 先有一點概念 好 然後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這個例子叫做 Summation Summation是什麼 就是Summation 就是把數值相加 就叫Summation 就是Sum 對不對 就是 總和 那總和這東西呢 在整數的時候沒什麼大問題吧 整數的時候你只要想 你只要想什麼 你只要想說 它的上界跟下界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只要知道 一個 比方32位元 最大的整數 跟32位元 能夠最小的整數是什麼 好 考慮到有號五號 你只要想這麼 基本問題就可以 但是呢 在福點數來講話呢 就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 是不是 足夠 accurate 好 那這件事就非常困難了 比方到這邊來講話呢 你看 我今天做一個運算 這運算是什麼 1 一直加 加到什麼 加到給你的值 好 比方說1加2加3 一直加到1萬 好 那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呢 1加1加2加3一直加 加到1萬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那個提醒公司算一下 上底加下底成高除以2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算 如果你跑這段程式 好 跑這段程式呢 你到的結果是這個 好 這個顯然呢不對 好 因為呢 我們預期的結果應該是什麼呢 你用提醒公司去算的話 1加2加3 加到1萬的話 應該是 5 500 5 000 但是你看這邊的結果呢 事實上比什麼 預期的結果 預期的數值 略 略小 其實還差蠻多的 好 這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很經典的方式 叫 Ca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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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vention 那你發現這個Cahen Subvention 是誰呢 你不覺得這個詞很熟嗎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就是那一位 就是那個Cahen教授 就是 Cahen 那後來呢 這有系列這個變更 好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學問蠻大的 好 那他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你看 原本呢 只做什麼 原本只做1加2加3 一直加上去 但是加的過程中 都是伏點數 那伏點數呢 因為事實上 他本身就會什麼 本身就會表達數字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表達那麼多 所以呢 事實上呢 我們無可避免就會怎樣 就會有 就會有 特定的位員 會被遺棄掉 好 所以就是說你今天在做數學的運算的時候 要想到什麼事情呢 要想到我們之前 講這個 就是在數字表達 他就是怎樣 就是後面東西會被 被捨棄掉 那這個東西呢 只要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就會有誤差 好 所以比方說你看我們這些 1加2加3 一直加到1萬的時候呢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誤差 好 那遇到這個誤差的時候 這就很尷尬了 所以有什麼解法呢 好 通常台灣工程師的解法是 哎呀簡單 對不對 把Float改成Double 哇 這樣就解決了 可是這時候你要問說 那請問一下 那Double 換成Double之後啊 再做什麼樣的數字的運算 會有誤差 這時候就說 那這時候 年紀比較大的工程師 就站出來說 這個 那再把60萬元不夠 再用128萬元 對不對 何不吃 何不吃肉米 好 注意到 這想法事情有問題的 第一個呢 數字的寬度 往往不是你我可以決定的 對吧 你想一件事就是說 假的這個人 今天的運算是什麼 是從CPU跟GPU之間的通訊 好 所以呢這個CPU跟GPU 怎麼傳遞這個伏點數 早就被決定了 好 或者一些Corpositions 這早就被決定了 你不能 你不能隨便改 對吧 這個已經是 本來就定義的東西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把數值的 數值的表示方式改變的時候 就算你容許更改好了 好 那你改變的時候呢 其實這件事會影響效能 對不對 原本用30萬元就可以表達了 你硬要把它用64萬元 或是更大的萬元去表示 那是不是每個數值的運算 都因為這件事怎樣 有效能上的衝擊 所以注意到呢 這件事呢 對效能的影響 是很巨大的 所以它折損了什麼 獨撲 所以這也不可能是我們所期待的樣子 所以呢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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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免許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去想 因為剛才剛才來講的話 我們預期的答案是這個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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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但是實際上 剛才來講的話呢 做的時候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比這個 預期的答案 略小的值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它很少免許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去補償 所以注意講 這原本呢 我就只是一個 accumulate 但是呢 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個什麼 有个修正 所以这边有个corrective value去修正 因为来自什么 前面讲的rounding 因为rounding的错误 它去做补偿 注意到这一个研究有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去找Cahen summation 可以找到一大堆 就有很多那种专门针对这种浮点数做的补偿 再讲一下这个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改变浮点数的形态 不能改变浮点数的内部表示法 因为特别是要考虑到硬体的相同性 那还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这个我整体的突破 所以我们不能去用 随便去扩充用更大的数字去表示 而且你用更大的数字去表示 其实还是会遇到什么 还是会遇到这个rounding error 好 所以我们探讨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到一件事 其实这个浮点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次的讲座叫做什么 你所不知道的细元浮点数运算 其实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我们讲这个浮点数 我甚至应该可以单独出来一个系列 叫做你所不知道的浮点数 因为考虑的东西多的是 要考虑到硬体的能力 我们今天讲硬体很多 对不对 包含什么 CPU、GPU、DSP 还有Core Possessor 那考虑到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怎么去处理那些 像NAT number 作业系统怎么去 要支援哪一样的 就是比方说 作业系统本身能不能设定FPU 有设定FPU跟没设定是 影响就很大 或者我预设的是用哪一套FPU 然后编辑器跟我们有讲 像我们前面讲到 那个Nian的例子 讲到那个VIP On的那个VIP跟Nian 它就很经典 就是我编辑器要去设定说 我福点数要用VIP 这VIP是符合IEEE 754的 或是说我要用到Nian Nian都快 但是怎样 对IEEE 754的资源就不是完整的 然后当然它对应的 除了编辑器以外 编辑的参数 这也是很关键的 然后你怎么去编译 然后你用的那些函事库 这些行为是怎样 然后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多直径序的時候這些是會影響很多 因為事實上在多直径序的時候 無可避免你就會涉及到更多的Counted Switch 那Counted Switch的時候 一般來說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叫LazyFPU LazyFPU不是說FPU很懶 不要搞錯了 它叫LazyFPUStateStore 這個什麼鬼呢 就是說 注意到不要從字面上的意思 不是浮點數很懶 而是說你看我們在做Counted Switch的時候 Counted Switch的時候 我如果要切換一大堆暫存器 是不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本來通用暫存器要切換以外 還要把浮點數暫存器的狀態切換的時候 這樣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事實上就會有一些作業系統 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做一個機制 這機制就是說呢 我不要全部的暫存器都去切換 我們平常只要碰用暫存器有切換就好 浮點數是不需要切換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叫 因為我不是每個層次都用到浮點數 所以比方說 從頭到尾系統來講 只有一個層次用到浮點數 其他層次都沒有用浮點數的話 我們在做Counted Switch的時候呢 完全不需要切換到APU 那你想 那這樣的話有什麼問題呢 那的確有性能就拿這個東西來做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呢在什麼 在這個Spectral跟Maildown出現之後呢 其實這個 2018年的1月 就開始有人提出來什麼呢 提出來事實上呢 的確 有可能呢就導致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浮點數運算結果 會放到浮點數暫存器裡面 但是呢在這些任務在切換的時候呢 這個浮點數暫存器裡面內容 其實沒有被清掉 所以呢有沒有可能呢 一些必要的資訊被遗漏出來 那你說這個東西可不可以被採集 可以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看已經有單獨一個詞條在講這件事了 帥吧 所以 這件事呢 跟浮點數的觀點呢 就會等一下會更麻煩了 所以我不是只是要考慮到正確 也不是考慮效率 還要考慮到什麼 安全 那你說 那 那 這樣的話 我就不能做LazyFP論嗎 LazyFP的切換方式還是可以用 但是 切換的這個手法 就是我未來去修正剛剛的問題呢 就需要更多的什麼 更多的成本 所以這也是那個 Spectral跟Maildown出來之後啊 Intel就是 Linus kernel 4.1級的版本 花很大力氣 像4.15啦 以後的版本花很大力氣去修正這個Spectral跟Maildown 但你可以看到說呢 從4.19啦 一直到5.3啦 那整個這個 整個Linus核心的效能 其實比過去差的 就是整體的效能都差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要去修正這些 來自就是來自印尼設計上的這種 這種 這種 side-channel attack 就是為了要去 去抵禦 或者是對抗這些 side-channel attack 所以其實呢 在作業系統 需要花入更大的 投入更多的這個成本 那更多的成本呢 就意味著什麼 月差的資金效能 那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些修正都拿掉 可以 你可以回到舊版 所以 的確呢 在 4.15以前的版本 有很多表現都很好的 因為 它不需要考慮到這些弱點 但是對不起 我們今天在設計這個系統來講話呢 這些 正確性 是最基本的 那效能 安全 這些東西要 其實要考慮進去 好 好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這個 這個什麼 它是一個 反正一個戰爭 戰爭的一個 一個遊戲 那這個東西呢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尷尬的地方就是說呢 在這個 多執行序的情況下呢 其實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它對那些 浮點數的狀態 沒有好的一個保存 那 所以呢 導致什麼 導致它的結果會錯的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把浮點數都丟掉了 換成什麼 換成fix point 好 所以fix point 背後的實作方式 就是透過什麼 是透過斬速 就是斬速的方式去做 然後呢 這邊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 呃 這個例子是講這個 GCC 還有這個 Intel的處理器上呢 很尷尬 就是什麼呢 同樣的C加利亞程式嘛 然後呢 用GCC編譯 跟Intel的編譯呢 它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呢 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數值落差 但是 雖然這個數值很小 但是 最後算出來的結果是不同的 所以導致什麼呢 這會導致 同樣的程式 有不同的結果 那這不同的結果 往往是 判斷特定的邏輯 然後呢 這個剛才提到 i2e754 好就是 2008 好 那在2019年 有一個小的修正 針對 2008 好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還是講 i2e754 2008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在這裡面呢 它有去規範一個東西叫 Fused Multiplied Operation 這什麼鳥 就這個 對 好 所以這個 這個通常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叫做 Fused MADD 這個Fused MADD 這個 Fused MADD就是什麼呢 就是講那個 呃 呃 乘加 就是乘法加上加法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我們不能拿那個 你以前在中學時代的學到的這個 結合率交換率 去看待這個複點數 好 好 然後呢 在這個 i2e754呢 208呢 其實有規範這個東西 A乘B再加C 好 A乘B加C 這個比較小看這個操作 這個操作在 在像影像處理啊 是很常見的 好 比方說 我們以下處理就是 假設我現在想要讓 呃 給你一張照片 好 一些灰階的照片 我想要讓 輪廓比較清晰 好 你想 我什麼時候需要讓輪廓比較清晰 比方說你要做美圖秀秀啦 對不對 好 所以美圖秀秀我通常是怎樣 先把這個彩色的照片 把它轉換成灰階 好 那灰階之後呢 我去幹嘛 我用個濾鏡 好 所以注意到喔 我就用一個濾鏡 那用濾鏡呢 就是做一些特定的這個強化一些邊界 好 那所以我呈一個呈一個紙之後呢 好 然後 然後幹嘛 我最後要做出美白 美白的效果嘛 對不對 就是 反正這個男的女的那個皮膚都這樣 哇 光滑 好 這個 這上面的 紋路就不見了 好 把一些那個那種暗沉的去掉了 好 所以呢 他其實就會做這個成家 好 那你說 然後呢 得到這個強化的顱骨之後呢 幹嘛 再把顏色再填回去 好 這個就是美圖秀秀的原理 好 好 那注意到這個過程中呢 成家的引路呢 其實跟什麼 跟他的那個 Position 也有很大的觀點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呢 在這個 卡內基美農大學 他們有一門課呢 很經典叫做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跟我們台灣的這個 計算力概論 好 這門課 名稱很像 其實台灣的計算力概論 名字也是叫這個課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那注意到 這門課 其實蠻難的 然後就是 你可以交叉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他的課綱 Syllabus 看一下 好 這個 他課稿的話 就是說 從這個 數值系統開始講 就是那些二金貴的 然後呢 就開學沒多久 你看到 這個 1月13號開學 開課 然後第二週就講那些二金貴的 然後 浮點數 然後第三週就開始 幹嘛 就要開始寫組合圓的 然後 潮海的真的就寫組合圓的 然後 然後要去解決一些 Buff All Flow 什麼之類的問題 然後 然後 要考慮到什麼Cache Memory 對 不要懷疑 計算機組織結構的東西 好 然後甚至包含什麼城市碼最佳化啦 Link啦 動態系記憶配置啦 然後MU那些虛擬記憶體管理啦 甚至還包含網路 好 所以你看 這門課真的是很精實啊 你看 1月13號開課 上到 上到4月30號 後面在講古 就是 這個 所以事實上只有上到 上到什麼 4月23號 但是 涵蓋的東西呢 基本上包含我們整個大學 大學4年的這個核心課程都有包含 所以呢 千萬不要小看這東西 這個 這門課呢 是很紮實 那它還有一些對應的 跟浮點數對應的錄影 我已經把它記錄下來 那 所以這邊就帶著大家快速複習一下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浮點數的那個表示方式 然後 然後呢 要注意的地方什麼呢 要注意到地方是 我們有32位元 還是64位元 好 那所以注意到它的那個 Exponential 跟這個 Mantisa Fraction部分 好 然後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什麼呢 好 那 所以呢 比方說像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有個辦法呢 就是 我們如果給你一個 這樣的一個 16進位的表示方式 好 那你把它轉成二進位 那二進位之後呢 你可以去看它的 那個數值 好 所以注意到呢 事實上呢 我們應該可以怎麼 從什麼 從 EGI 除了1754 好 我應該可以知道一個 數值 好 它是不是在有效範圍 好 然後呢 我們有剛才有講過 就是說 呃 除了那幾個 NotNumber的值在這裡 NotNumber 好 然後呢 接著會有什麼 會有Normalize 好 那 Normalize就是這個 好 然後還有一個 Denormal的部分 好 然後呢 正0跟負0 好 這個東西很中間 好 那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 呃 Denormalize的部分 就是 在0的範圍的 0的正負0附近 好 然後 然後呢 那其他的是在Normalize的部分 好 然後 如果說我們把簡化的模式來看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 假設我們用六個位來表示的話 六個位來表示的話 你可以看到是個數值 好 事實上是這樣 能夠表達數值範圍其實都是小的值 然後其他就 越大的值就是越稀疏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看一下數學 數學特性 好 那這邊講到Arbet群 Arbet群呢 重要就是講什麼 就講這個 這一個交換 這個交換率呢 是不是 是不是存在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 事實上呢 那 這個 以 以 以 那些操作來講的話呢 好 其實很注意到 注意這個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這個 浮點數 好 那其實要看它做什麼操作 好 所以好 比方說呢 像這邊例子來講的話呢 這個就很有趣了 像這個 好 3.14 一個相對小的值 加上一個什麼 比較大的值 好 那 做完這個運算之後呢 減掉大的值 好 那 這個東西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0 為什麼 因為 一個小的值加上大的值 好 做完運算之後 其實因為3.14這樣 它就Runding掉了 所以我大的值 減掉大的值 好 得到0 然後呢 3.14呢 加上什麼 大的值減掉大的值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這邊就變0了 好 那雖然看到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很尷尬就知道什麼 你事實上呢 左邊這個式子 跟右邊這個式子 其實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落差其實 差異是蠻大的 就取決你的順序 好 這也是在考慮到這個浮點數 考慮到正確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蠻難的 通常我們在工程師來講 不需要去創造出一個什麼 新的一些演算 通常不會去花太多力氣 創造新的演算 但是在實質過程中 有很多考量點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實體再繼續 好 那我們延續剛才提到的這個 浮點數的特性 好 那接著我們需要來探討一些 相對應的操作 好 那這個就是需要跟寫程式有關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跟 呃 寫程式有關的部分呢 其實像我們剛才注意到 就是 假設F呢 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浮點數的這個形態 好 就一個float 然後我們現在要怎麼 去用這個address of 注意到這個 這個不是end 這個是什麼 是address of 就是我把地址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呃 我們如果要對 特定的一些位遠 操作的時候呢 好 注意到我們操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float是一個完整的 你看 就是我們i2.754呢 好 這個數值 它真的處理的時候呢 是在哪裡處理 很可能是在FPU處理的 好 或者像前面提到 透過on的VFP啦 好 透過neon啦 或是透過SSE 好 這樣的一個extension去處理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 存放浮點數的那個暫存器 它不是 很可能不是通用的暫存器 所以呢 你為什麼要搞那麼複雜 因為呢 你光把它的地址拿出來是不夠的 你要幹嘛 你要去轉型 好 轉型之後呢 再做deference 好所以注意到 好你在寫code的時候要做這件事 好如果你去 需要操作其中的某幾個bit 好比方說 舉例來說 我已經知道它的這個表示方式長這樣 好我想要把signbit把它找出來 好或說呢我就想要把裡面這個 某幾個位遠把它找出來的話 好那你必須透過這種方式去轉型 好然後呢 而且這個東西呢看你怎麼做嘛對不對 你這是有號的integer 那五號的integer 你也需要這樣做 那或者說呢 我們要去判斷這個值呢 因為我們0呢有正0 也有負0 對吧 複習一下 正0跟負0 所以呢 這邊來講正0負0 還有剛剛有一張圖對不對 正0負0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觀點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細緣寫程式的時候 該怎麼寫呢 好注意到齁 我可以準備像這樣的一個macro 這樣macro呢就是我先幹嘛 我先把整個 fault 我把它怎麼 我把它 轉換成一個整數 那至於這個整數呢跟這個float 有沒有具體的觀念 我們不用管 反正我們 我們只要知道怎麼 i2o1 其實不是你們去規範這個float 那我把它轉型成這個integer之後呢 好 那我就可以去判斷 特定的 比方說我去判斷它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大於0 有沒有大於0呢 去看什麼 去看signbit 那通理 有沒有小於0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存取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大於 小於 或是大於等於 這種機制你可以這樣寫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 之前這個整理的 就是講這個浮點數跟定點數 就是注意到我們剛才講的東西呢 講那麼多呢 其實很多還是那個 就是 講一些觀念的 對不對 講一些案例的 我覺得我是 實際上搜集這些案例還蠻有趣的 如果說各位有 有興趣可以幫我們補充 就是說 浮點數的一些錯誤導致的一些問題 是蠻多的 那但是我們接下來想要探討的是在 是在更細緻的 那 這個是之前學生做的這個 做的這個這個報告 好 那你可以去看相關的這個解說 好 那 我避開一些這個 已經有講過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講幾個案例 好 嗯 比方說呢我想要對一個 浮點數 想要乘二 但是呢我又不想要讓 比方說讓這個FPU去處理 好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個浮點數 好 那這個浮點數呢 我沒有 我不想要讓FPU處理 因為FPU可能已經在忙 已經在做某些事 還記得剛剛有個案例吧 在多工的情況下 多工的情況下呢 FPU呢 FPU很快 但是呢FPU做資料存取的是什麼 是會有成本的 所以很可能因為那個什麼 浮點數的處理沒有處理好 那件事可能是來自作業系統 在Counted Speech沒有做好 或者說我們考慮到效率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想要一直切換來切換去 所以我們很可能 完全不想要碰到 浮點數的戰能器 但是我還是要處理浮點數怎麼辦呢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情境 就是完全不碰FPU 但是呢要處理那個浮點數 好 這時候呢 這就是這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來講話就是 乘二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乘二呢 整數乘二很簡單吧 整數乘二呢 就是往左位移一個位遠 對不對 那叫整數乘二 但浮點數不能這樣子乘 對不對 因為浮點數會有什麼 會有三 bit 所以如果你向左移動的話呢 那個三 bit不見了怎麼辦 對不對 而且你要考慮到什麼 有normalize 跟denormalize 所以注意到 要看它的這個 要看它的模式 而且呢 你還考慮到什麼 還有考慮到not number的case 所以注意到 所以要考慮到這個not number 好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乘二這件事 其實比各位想的稍微複雜一點 注意到我們這邊的輸入是integer 這邊的integer是怎麼來的integer呢 這邊的integer是 這邊的integer就是取出來的integer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為什麼它的輸入長這樣 為什麼輸入不是float 因為我已經從float 把它強制轉型 在reference出來的什麼 的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呢 是依據i2a754 去表達 所以你看我們寫成色 就很複雜了 但是注意到 這段程式的最大好處 是從頭到尾 不用碰FPU 好 那所以呢 從頭到尾不用碰FPU 那還有好處 你可以拿來 把這段程式碼 跟用FPU做完的結果做驗算 好 再講一次 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考慮到這個 硬體的行為 因為在這個 作業系統一般來說 會有類似FPU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說 不管怎樣 我在特定的浮潛速 我可以自己控制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就講到自己乘以2 然後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畫面中這段程式碼 我還去驗算 驗那個什麼 FPU的行為 甚至你還可以驗 不同FPU之間的這個 表現 你說只是一個乘以2 夠不夠 其實夠了 好 因為乘以2的話呢 其實你看我們有 剛才講這個例子 有normalize denormalize 跟not number 這種這種例子 好 所以其實 光是乘以2就夠了 因為你可以一直乘下去 所以你看 以那個 整數的乘以2 整數的乘以2在做什麼事 整數的乘以2就是位移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今天整數 假設我本來直去是1 那1乘2 就是這個位元 移動 往高位元移動 對不對 但是呢 浮點數就不一樣 浮點數就會考慮到 前面講的ronding 還考慮到overflow 好 那還會考慮到not number case 好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其實就 不要想看這個程式碼 其實這次程式碼呢 就依據它的分類 好 那你就去看檢查 好 依據它的sign bit 跟它的 is potential部分 好 去更新 然後呢再來是 再來是 呃 再來是那個 數值範圍 好 對應的檢查 那底下有些說明 好 好 然後呢再來是 取決例子 好 取決例子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有點有趣了 這個東西有趣的 在哪裡 再複習一下 這個東西呢 有趣的點在於說 我們七寸的 只要知道 sign bit 所以就是說 我這個sign bit 我如果有辦法去控制 控制這個sign bit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絕對值了 好 好 所以呢 比方說呢 我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數值 那這個 比方說這個 給你一個指標形態的x 那x的指向某個double 然後呢 那我可能會透過 我可能會有一個 函式呢 叫什麼 ABSF 那是我可以自己 實作一個這樣的 注意到這個東西 不要混淆了 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寫的 所以應該 你可以改個名字 比方說寫 my ABSF 好 好 那注意到這個 這個跟那個 ABSF呢 其實它的那個 其實它的那個 在手冊裡面定義的ABSF 其實不一樣 ABSF 事實上呢 在手冊上呢 是FABS 還有 你看那個寫法 注意到寫法 這個叫什麼 FABS FABSF 還有什麼 FABS 這個很討厭 這個很討厭 所以就是說 這邊的F是什麼呢 這邊F是表示 浮點數的意思 好 然後呢 這個 呃 就是 注意到呢 ABS 就是FABS呢 它的形態呢 是double 好 那這邊也有講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 在西元發展的時候 西元是在1972年跟1973年 早期的發展 好 那注意到呢 早期的在1973年 1973年的那個 的 西元 就有浮點數了 而且那個時候 浮點數就是double 好 所以注意到 我們先講 I1-754是什麼 1985年 那西元什麼時候發展呢 西元是1972年就發展 而且1973年的版本就double了 所以你看到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 你看到 1973年 就考慮到double了 然後呢 I1-754 浮點數的標準 1985年才出來 好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西元標準什麼時候 才定義出來 1990才定出來 好 所以你看到 1973年 西元就double 然後呢 1985年 浮點數標準被定出來 然後呢 一直到 1990 西元標準才定案 所以你看這個 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們學習的時候呢 往往是看這些標準的時間 但是你要想 在更早的時候 人們就開始用那個浮點數了 而且西元是先有double 然後 flox之後才出現的 好 所以呢一開始 為什麼先有double 這倒很簡單 因為double的精準度才夠 好 就是那個講這些 我們前面講 precision那些液體 好 才夠 然後呢 後來float是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這個 編輯器的效率 考慮到硬體的效率 好 希望更快 所以這個 你看 F-ABS的預設是什麼 是double 那如果要float的版本 還要後面加個f 好 那注意到呢 我們這邊給的code呢 是ABS的f 故意不要衝到 好 那所以呢 對 那我沒看完 所以就是說 這邊來講的話呢 是輸入一個double 回傳一個double 好 輸入一個fault 回傳一個fault 但是呢 在我們這段程式碼呢 它是impressed 就是說呢 我今天輸入的是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指標 好 我直接去改 它所指向的那個內容 所以注意到 這個行為不同 好 那這段程式碼呢 其實是很 懸密的 這段程式碼是什麼 就是我要去找出它的絕對值 好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就是改 好 改它的signbit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只要去改signbit 就可以做到了 好 那 那我不用真的去-x 你看這個 我不用真的-x 我只要去改變那個bit 這就是 也換言之就是什麼 換言之就是 如何把 x所指向的那個物件 把它的msb 把它設定成0 好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問題本質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怎麼樣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考慮到什麼 要考慮到 big n點跟little n點 所以注意到 這個 這段程式碼呢 其實它是運作在 這個 little n點 好 好 那 這邊呢 用一個 實作 就這個 這個實作是這樣 就是說 這一整段 這兩行的做用途是什麼 去判斷 判斷這個電腦 先判斷它是 little n點 還是big n點 好 然後 如果呢 這個 這台電腦呢 是little n點的話呢 這個 這個數值呢 就是little n的 會設定什麼 會變成1 好 那當然你除了這種 執行時期的判斷以外呢 你也可以用那個 ByteOrder 在這個 西元 有個Maker ByteOrder 你可以搭配 ByteOrder Maker 像這種Maker 那給人家去找一下 就是說像那個 GCC啦 跟那個不同的這個 編輯器 它會有 會有些 會有些不同 好 好 那接著呢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這個 這個 這一個 好 這邊就是真正end 這個 這邊就不是那個 dress of 這邊就是end 所以呢 這邊的重點是哪 這邊重點就是 我們去幹嘛 去把那個bit 好 去把那個 把那個什麼 高位的 對不對 再回想一下剛剛那個 好 不是那麼直覺 所以要想一下 好 就是說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 設定這個 好 就是我們要去改變我們的signbit 好 然後呢 現在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好 去把這個 這個 7 FF 好 7F這個東西呢 在二進圍的 有趣的值是什麼 你看到7是什麼 7呢 它是 0 1 1 1 好 對 好 你看到7是 轉換的二進圍是1 1 那我們把它對齊一下 0 1 1 1 所以呢 那後面有一堆F嘛 一堆F就是一堆1 所以呢 重點是什麼 7F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我們其實前面 就是不管它最後長什麼樣 它一定型態就是0 1 1 後面繼續一堆1 好 所以呢 我把這個東西當做一個什麼 把這個東西當做個bit mask 好 那在這個 你所不知道C語言 我們有個BYS運算 好 我們有講這個BYS操作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去對照我們這個講座 好 所以呢 總之呢 我們就設定這樣的一個bit mask 來幹嘛 來把這個 來對 來對 來對那個 子丁的負點數 做什麼 做這個BYS的end 做運算 好 然後呢 為了要確認這個結果正確呢 好 那我們還用那個 用那個Cumul去幹嘛 去 去驗證一下 就是找這個 呃 因為我們的個人電腦是 Little Ending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話呢 去用那個 Big Ending 好 那這邊就選定用那個Mips的機器 好來 那Mips的機器可以設定成 Big Ending 好 那所以的確去驗證 好 看這個結果是不是對得來錯的 好 好 好 然後呢 呃 當然這樣的寫法是真的是很tricky的 好 就說注意到 這個這個這個寫法是 這真的很tricky 這在 在那個 嗯 考慮到 Little Ending 跟Big Ending 好 那事實上在寫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 我們搭配剛才講的那個 Byte All的那個Macro 好 然後再實作 好 那當然這樣的也說明什麼事呢 那說明的就是 浮點數的操作 其實我們不用全部都依賴那種 FPU 那我們事實上可以 呃 透過呃 指標的操作啦 透過這個整數的操作 我就可以改特定的欄位 或者我們去擷取特定的行為 好 那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 來探討Not the Number 那 依據這個I2A754-2008 那它在6.2節 那6.2節 其實訂了很多 呃 事實上呢有兩種 不是兩個 是兩種 那 所以 Not the Number 其實是 是一個家族的嘛 就是它 它是好幾個數字 它不是只有 不是 它是兩種 但是它是 有好多個 那 它的這個 行為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到 這邊去訂 就是 在這裡 就是 它會有這樣的形態 那注意到裡面呢 這個形態來講的話呢 有A那個位置 那顯然它不是填A 它是 它就是 它是二進位的形式 所以那A那個位置呢 是 1跟0的話呢 就會有它的差別 如果A那個位置呢 標出來這個A這個位置呢 如果它是1的話呢 它是Quiet Not the Number 那反過來說呢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A那個位置是0的話 那其他位置不是0的話 是Signal Signal is not the number 那Signal is not the number 那Signal is not the number的時候呢 它就會傳遞一個 Signal 也給作業系統 或者給 它執行環境 好 然後呢 底下呢 就有個實驗 底下這個實驗幹嘛 就是開始呢 去把這個 試著去把它顯示出來 把Float每一個位員 把它顯示出來 好 然後注意到呢 你不能直接用這個 百分比X 因為百分比X呢 它針對的東西是什麼 它是針對展數 我們現在期待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現在期待的東西是 我們現在期待的東西是 長得這不得性的 或是 當然還有更好的地方是 如果你 你寫著是可以寫得更漂亮的話呢 我們甚至可以 甚至期待是長這樣的 對不對 就是說我輸入一個數值 那真正存的東西長什麼樣 然後呢 用它的 依據I21754呢 看到這個Sign啊 Exponent啊 我是Mantista啊這種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實做 像這樣的東西 顯然你不可能 用PrintF現有的標準的 參數組合做出來 不行 所以事實上你要幹嘛呢 你要 你就要去 就是要去拆解 就是要 要拆解出來 把它什麼 把它那個 個別的型態 就是 依據它的這個 每一個欄位 把它自己去擷取出來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所以我們先來看 就是說像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很好玩 就是 如果你只做這樣的話 如果你只做個操作的話 你是不會把Float 變成設計成NutNumber 它只會把它變成什麼 它只會把它變成一個整數值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轉型 當我把整數轉成Float的時候 事實上不是 不是每一個bit 原封不動的轉 不是 事實上是數值會變化的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實驗是很重要的 就是當我把Integer 把它轉型成Float的時候 它不會每一個bit都一樣 所以注意到 它不會每個bit都一樣 那反過來說 你把Float轉成Integer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位元 會損失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避免 從Integer到Float Float到Integer 一定要想辦法去避免這個狀況 否則會怎樣 否則這個數值的誤差會出現 那 這樣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前面的 舉到那幾個例子 其實就有 就有這樣一個狀況 包含說這個在 包含說這個 在什麼樣的狀況呢 在那個火箭 還記得剛才那個 講那個 歐洲太空總署那個例子 就是在那個 法國的殖民地這個 那這個其實它的例子 就很像這個 就是我在轉型的時候 其實有些數值 是 是有什麼 是有這個 誤差 那這誤差呢 一旦發生在這個 加速歸陀螺儀之上 就發現它姿態的控制 要注意到火箭跟衝天炮最大差別是什麼 衝天炮是沒有任何姿態的控制 所以它就一直衝 所以方向飛錯了 它的起始位置 起始的速度 它的這個角度很重要 但火箭不是 火箭會一直調 火箭會 它有一個threat 它有一個噴嘴去調 所以我們就稱為叫向量噴嘴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在 不是一個噴嘴在調 它其實有好多個噴嘴 所以其實火箭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主要推力的 好 然後可能有四個 或者更多個 去調整它的什麼 調整它的位置 就像 就像你那個掃把一樣 對不對 就是去 就用那個推力去改變那個 掃把應該 該往那邊去移動 好 但是注意到這件事呢 在什麼 在這個 加速跟脫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那個歐洲太空總署發射失敗 其實它的這個 就是這個 中間的這個 轉型 還有是 數值的指派的時候 導致了這個誤差 好 那所以如果呢 我想要把這個 float start 設定成nut number的時候 注意到 我要這樣子做 好 那這個東西 呼應到剛剛講的這個 所以你可以先準備 像這樣的一個macro 好這樣 那就可以做 數值的指定 好 那接著呢 依據i除為1754 我們這就幫你載入 那會產生quiet not number的操作呢 就有幾個 注意到 除法 這個 0除以0 還有什麼 無窮大除以無窮大 我產生什麼 quiet not number 注意到 所以呢 這個0呢 是什麼 浮點數0 那我剛才有講過 如果是整數0 除以整數0 它會產生什麼 它會產生signal 所以注意到 好 那底下呢 還有包含說一下什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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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什麼操作呢 那 那這方面呢 是會產生那個signal not number signal not number 的操作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呃 以 這邊來講話呢 你看喔 你可以把畫面中這幾個案例稍微妙一下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服務 I241754的設計 呃 儘可能讓 not number本身 它是quiet 也就是說呢 我們即便遇到not number 我們就是在數值上做一些必要的更新 不管是你的FPU啦 或是你的數學函視庫呢 就是去更新數值 但是程式還是有機會運作下去的 因為這個過程中 作業系統是不需要介入的 所以就要quiet not number 作業系統不需要介入 但是呢 這個撰寫程式的人要去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最後結果 所以比方說 我一開始已經做了 A除以B 那我要去判斷 A除以B的結果 特別是有沒有包含 有沒有什麼not number 因為我們平常來說會做一件事 A除以B 然後再加X 不是 A除以B再乘上K 那 如果A除以B已經是not number的時候呢 我至於再乘K 或是加上X 都是沒有什麼 都這樣子操作呢 其實只是導致更多的問題 所以像這邊來講的話 寫程式的人就要考慮到 因為會有not number 所以你就要考慮到什麼 我要去檢查 所以我要去 比方說我分成好幾個指定單元 或是分成不同的韓式 我要去檢查 特定的韓式 特定的指定單元的結果 好 這也是為什麼你要知道規則 如果你不知道規則的話 你 對不對 你就很難去判斷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not number呢 它其實有好多個值 所以注意到 它是 它是主要兩種 quite not number signal to not number 但是它其實不是只有一個數值 所以注意到 這個事實上呢 它沒有規範那個sign bit 好 好 然後 這底下就是一些必要的實驗 就是做 對它做這個 必要實驗 log cos 好 那今天我們來探討這個 定點數 這個定點數呢 這個東西呢 也蠻有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嗯 就當前面提到 我們在定點數的考量 我們會希望 定點數呢 可以 可以去 在沒有FPU的介入 或者說我們想要 自己去定義 我們的有效範圍的時候 那我們會有一個 fix point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說這個 這樣的這個fix point 它 要怎麼去規劃 好 像我們這個 以十除以三這個例子 十一除以三呢 幾位得到什麼 3.3 然後對不對 後面是什麼 循環小數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想 我要留下幾位 我要留三位呢 留四位呢 還是更多位 好 那這件事呢 就會決定了什麼 我要用幾個 總共要多少位元 去表達我們的數值 好 再講一次啊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要先搞懂 我們需要 有多少有效的位數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去思考說 因為有效位數呢 最重我們還是 電腦還是什麼 二進位的 好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這樣的二進位的表達 我能不能保證 好 我的有效位數呢 比方說是三位 四位 或是五位 那我在二進位表達 這樣子夠不夠 然後呢 定點數呢 還有個好處呢 因為定點數來講的話呢 它是 它不用 它沒有標準 所以沒有標準的話呢 其實就看說 第一個 小數你要放哪裡 好 然後呢 你要怎麼去表達這些數值 其實你可以持續定義的 好 好 然後呢 這邊來講的話呢 以這個三十位數值來講的話 I2A754 在單進度 有去規範 那 那 你要去看 比方說你在Normalized模式 所以呢 在Normalized的話 是 這個範圍 那它的Methisa的進度是 23位 還就是前面那個 講的那個什麼 都市傳說 對不對 23加1 然後在幹嘛 2的24 2的24之方 的那個 那個案例 都市傳說 這個 都市傳說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在這邊講的當然顯然是什麼 標準的I2A754 好 那我們現在想的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呢 因為我們的數值範圍很可能已經確定了 好 所以注意到 這個Fix Point 有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什麼 它的數值 它的數值呢 要很明確的 好 所以我們的Fix Point 基本上都是客製的 好 所以呢 我今天用一個Unsign Unsign Unsign integer去保存 好 然後呢 然後接著我幹嘛呢 我們就是 就是 假設呢 我今天就定個 好 比方說 這個 定點數的第22位 好 它是2的-127之方 好 那我就可以幹嘛呢 我就可以忽略這個ESP 跟這個Sign的部分 好 就是說我假設我今天 設計出來的值 它就是正的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做一個 這樣一個定點數的規劃 好 那所以呢 我就設計這樣一個值 好 那這樣子呢 其實就 你看 我們這樣就可以 這樣設計一個值 好 那 所以注意到呢 我在定點數來講的話呢 當然我可以把這個A跟B 都在用一個 Union 搭配 Union 或是Structure 加成Union 方式去表達 好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整數去處理 好 所以注意到喔 我們今天講定點數呢 它只是一個什麼 它只是一個分類 好 浮點數是有標準的 但是在定點數呢 它沒有標準 只有看你怎麼去解讀這個數值 好 好 然後呢 這邊就舉這個例子 好 就這邊做什麼事情 就是 呃 下面這個例子就是浮點數的 好 那記得我們剛才那個操作方式 先去幹嘛 先去address of 然後轉型 再底 reference 那這邊的例子就是乘2 好 但注意到這邊的乘2 跟上面的乘2不同 上面的這個乘2 完全是整數形態的乘2 好 就是 雖然它是fix point 但是它本質上是針對什麼 針對 整數的 好 那如果說你對CPU架構相對比較熟悉的朋友 就知道 好 我們在做superscaler的時候呢 其實integer 好 就是我們在做superscaler的時候 會有什麼 multipleissue 那這個multipleissue呢 它會有針對integer的 會針對這個faulting point 好 它其實兩個不同的路 我可以來參考一下 比方說 現在處理器 好 現在處理器 那我們有一個講座 跟這個你所不到西原有關的講座 叫做現代處理器設計 那在現代處理器設計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去摘入一些重點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multipleissue 好 就是superscaler 就是說呢 在現代處理器來講的話呢 因為 執行不同的指令 好 CPU的instruction 它耗費時間不同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有幾個分類 好 最下面就跟地址有關的操作 好 然後呢 上面是整數型態的 好 那你看到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一般來說呢 整數的操作一般都是很快的 好 所以整數的乘法啦 加法啦 減法 好 就是相對是快的 注意到整數的處法 很可能不是這條路上 好 在很多 電腦的指令及設計來講的話呢 處法 整數處法不是內建的 好 以on的處理器來講的話呢 一直到onv7 onv7之後 好 才開始怎樣 加上這個整數的處法 好 好 但是呢 在這之前的這個on的架構呢 是沒有整數處法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用減法啦 或是用軟體的方式去模擬 好 然後呢 你看到它的這個 耗費的時間相對怎樣 相對CPU周期數是少的 但是呢 服務點數就好玩了 服務點數你看到 這有floor1 floor2 floor3 好 所以說明什麼 服務點數的這個運算 好 它成本是有的 所以注意到這個這個 這一個現象 好 所以呢 我們上面的定點數 完全是什麼 由程式開發 自己去定義 數值要怎麼操作 好 但是本質上它就是個整數操作 那服務點數呢 底下這個服務點數就是什麼 它就是用這個 呃 當然它也可能是用軟體模擬的 好 但是在現代電腦來講的話 一般來說我們有FPU可以用 好 這是接下來完了 就是去判斷 好 所以呢這個東西有點有趣啦 就是 這個以執行來講的話呢 看起來 這個執行的實驗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這邊用這個 呃 在linux上 搭配這個puff puff這個效能分析工具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差異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開始做一些實驗了 欸 如果說今天不是乘2 好注意到 不是乘2 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乘5 乘7 好 就乘一些不同的值 好 甚至可以乘一些 乘一些什麼 乘一些值數 好 這時候就好玩了 因為乘2呢 乘2有很多最佳化的方式 好 但是呢 乘5乘7呢 在設計這個浮點數來講的話呢 就比較複雜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好玩了 好 一樣 上面東西呢 是fix point 好 那來看這個 時間 以乘5來說的話呢 這個東西就 就很有趣了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 在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 每一個CPU cycle 能夠執行的指令的數量 所以你就看到其實這樣 上面來講 在浮點數來講 每一個周期內可以執行的指令數呢 是比較高的 好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可以反映到什麼 剛剛講的這個 好 這個superscaler上面的心位上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又去做什麼分析呢 分析說 產生出來的組合元 好 那顯然呢 在fix point 我們用的就是什麼 用的就是 整數操作 好 所以呢 我們用到的暫存器呢 就是完全是通用暫存器 好 那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通用暫存器來講 你可以看到 看一下這邊 這邊產生的 這邊標示了 就是 好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底下這一段 就是底下這一段是什麼 這是浮點數的 這個沒有標好 其實它是講的 上面這一段 所以你看到 這邊有個xm 這xm就是什麼 就是sse 所用的這個 暫存器 所以注意到 這邊的暫存器都是什麼 都是浮點數 還有thin-d 專用的暫存器 所以它的這個 Lost-d 成本是比較高的 好 那反過來說呢 你看到 定點數的操作 全都在什麼 都在通用暫存器上 好 所以在這個 以superskater來講的話呢 我在這種 整數 在這個通用暫存器上操作 好 耗費的時間成本 還有rideback的成本 其實都是比較低的 好 所以在這個 至少以這個 這樣的操作來講的話 就是 我們乘以5 乘以7這種的 你可以看得出呢 其實這個 時間 其實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影響 好 那接著呢 就拿更多的數值來做比對 好 所以這邊就要 當然要考慮到這個 normalize跟denormalize的那個行為 好 考慮到這些 這些分佈 好 那 紅色的地方呢 是fix point 然後那個什麼 綠色的地方是phony point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 phony point的話 用硬體來施作 所以它 你看到那個數值 其實很平均 就大概就是這個範圍 好 大部分都是很聰明在這裡 但是呢 會有一些 會分不掉比較遠 比較廣的有沒有 這個這個地方 分不掉廣 為什麼 就有些比較特別的範圍 好 然後呢 這邊來講的話呢 如果是乘以2 乘以2的這個操作 其實是這樣 其實這個 因為它關鍵是數值分佈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是用那個機率 去分佈 來講話呢 可以看到說這個 如果去做比對的話呢 這個什麼 這個平手的狀況呢 是35% 重要平手 然後呢 浮點數贏的幾率呢 是10% 好 然後這 這張圖呢 就很好玩 這張圖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乘以5 乘以5就差很多了 因為乘以2 有很多自家化的方法 對不對 但是呢 乘以5就比較麻煩了嘛 乘以5就不能只是位移了 那乘以5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呢 就很有趣了 再一樣 這個 這個 綠色的地方是 phorning point 所以你看到 phorning point的分佈 就是大概在這裡 很均勻在這裡 然後呢 fix point 是什麼 是紅色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 絕大多數的分佈都是這樣 都是比 浮點數 所以定點數的分佈呢 在乘以5的時候呢 它絕大多數的表現都這樣 好 優於浮點數 好 好 那所以呢 fix point贏的幾率是什麼呢 好 就是大多數這個 好 換你角度講 浮點數贏的幾率只剩下18%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分析 好 那接著呢 接著我們又去做一些表現 好 那 這個來講話呢 另外一個案例 D2D D2D是什麼呢 D2D是這個 就是 呃 我們前面剛才是那個 前面是那個 Normal Normalize 好 那 那D2D呢 就是 輸入是Denormalize 輸出也是Denormalize D2D 好 那D2D的東西呢 就不要麻煩了 因為要特別什麼 要特別選 好 所以呢 這邊來講話 好 這個 乘以2 好 乘以2來講話呢 呃 這個定點數贏的幾率是這個 好 那有很大筆就是 是 是我平手的 好 那接著去 做 接著呢 去改變 好 就是 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這個東西很好玩 D D2D 就是Denormalize的輸入 Denormalize的輸出 好 然後呢 那你就會發現很有趣 就是你看之前做的實驗 好 注意到這個實驗呢 跟那個 處理器的Microarchitecture有關 好 你不能只看那個Intel處理器 也不能看 AMD的處理器 好 你要看說 是 Intel處理器的哪一個家族 所以這個 這上面有列出一些實驗 所以注意到 在你的這個電腦上呢 如果你去重現這個實驗呢 很可能會得到 不同的結果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好 好 然後呢 那一樣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現在如果把它改成 從乘以2 改成乘以3 那你發現 Fixpoint贏的機率 其實等一下還是大的 好 那乘以後也改 然後呢 再接著又有一個 一個狀況是什麼 是D2N 就是DNormalize的輸入 D2N DNormalize輸入 然後輸出呢 是Normalize 好 那在D2N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什麼呢 在這個 定點數 又獲得什麼 又獲得這個 獲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看到這個呢 以圖來講就很明顯 對不對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看那個分布 好 那當然呢 顯然呢 在這個定點數呢 什麼東西都要規範 好 自己要去規範 有效的範圍 好 自己要規範那個 NotNumber跟INF 甚至他們 甚至沒辦法 有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會完全取決於什麼 你怎麼去用它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那些實驗呢 其實 是沒有考慮到這個 NotNumber跟這個INF的處理 所以 事實上呢 我們在這個做這個規範的時候呢 其實要 要去寫出一些 一些 必要的一些 必要的程式撰寫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種 這種 浮點數最佳化 或者說去定義出一些 定制 特製的浮點數 有什麼用途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特別在深度學習 其實這些我們剛才講的 一些老梗 就是什麼Fix Point 這些東西說真的 更多的時候是用在什麼 DSP 好 所以呢 這我原本是不想要探討的 好 就是說在 我在2015年就開始 你所不知道西元 好 結果那時候就 就又考慮要講浮點數運算 但是呢 當時呢 真的會 很頭痛的浮點數運算的人 通常是什麼呢 通常是要搞定那個 DSP的啦 搞定那些多媒體的運算 好 像我去 呃 不是去年 我之前呢 有參與一個計劃 叫做OpenABS 那這個OpenABS呢 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是 呃 在 我也忘記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 應該是在 2000 2006年 對對對 好 那所以就是說 呃 在 2006年 2005年之前 就是 呃 在中國 有一個標準呢 叫做ABS 就是把這個 那些 Audio Video 是聲音啊 影像啊 制定一系列的辨碼標準 然後 然後那個 呃 音源際會 我沒辦法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專案 好那總之就是 呃 這個ABS的第一個 OpenSource的那個實作呢 那個實作呢 叫OpenABS 好那我也是這個專案 這專案的這個 的發起人 好那 呃 也因為這些關係呢 我跟這個中國政府 有些 有些交流 好注意到喔 這個特別澄清喔 這不澄清你會誤解 但是我沒有拿他們錢的嘛 就是 我們有些交流 好那 簡單說我當時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呢 因為第一個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 呃 它是一個中國標準 然後 然後做中國標準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跟對外一些高手交流 然後呢 過程中我也想去試探 試探什麼 試探說中國政府對這開放標準 因为以这个ABS来讲 它有很大的目的就是要 挣脱 挣脱什么 挣脱MPEG LA的给的这种 专利 专利壁雷 那所以其实我也想要知道说 这群人到底怎么去避开这些专利壁雷 那我再讲结论好了 那ABS呢 它在中国 在十几年前呢 其实沸沸扬扬的发展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说 最后中国政府还是低头了 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MPEG LA的授权费 有一些调整 那更关键的地方是说 像什么AV-1 你会看到一堆AV 别乱想 这都是标准 像这个AV-1 那这个AV-1是新的标准 然后呢 有很多新的标准 它号称就是什么 是Pattern-Fre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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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Pattern-Free 就是它的Loyalty-Free Pattern-Free跟Loyalty-Free是不同的 Loyalty-Free是不收专利费 那Pattern-Free是没有专利影响 所以这两个概念不同 我说我刚才讲说 像这个AV-1 那AV-1呢 有很多在 就就基本上像这个什么 Netflix 那Google Apple 他们都这些企业都开始投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不投入这个AV-1 因为事实上我当时是好奇说 中国政府要怎么去回避这些问题 其实但是后来跟他们交流之后 事实上没有获得很满意的答案 那不过对我来讲还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中国标准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自己实作的这样一个AV-1 而且事实上在 MPEG MPEG 在那个 FLMPEG 里面也有那个AV-1的那个实作 那后来就重新写 就是OpenAV-1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是老梗 就是这个 就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遇到浮点数 Fixpoint这种问题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我当初在规划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元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认真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没遇到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发生了 因为这几年呢 深度学习变得很重要 然后深度学习重要的时候呢 不只是数学变得很重要 数学相关的操作也变得很重要 所以简单是说什么呢 简单是说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这些公司呢 基本上呢 它除了投入深度学习的演算法 那些方式 以外呢 在运算上 也有很大的一个设计 甚至为了深度学习 去发展新的浮点数标准 所以你可能有听过 像这个Bflow 16 就是这样 加速深度学习 就是发展一个新的规格 好 那你们还有好奇 为什么需要这东西呢 第一个 就是FPU需要额外的硬体资源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呢 因为浮点数要透过FPU 这样的一个Core processor 或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电路去处理 所以你势必需要什么 你需要把资料去做搬动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要从主机体搬动资料到 internal explain 或是搬动到其他单元 其实你会发现说 与其说你在做数学运算 不如说你今天做的是什么 是越来越多的IO运算 越来越多的IO运算搭配什么 搭配这些 搭配这些资料的传递 所以这样一来一往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long trip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深度学习这样的状况下 你不能忽略long trip的成本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深度学习来讲 除了这个第一个 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FPU 我需要有这个long trip成本之外呢 在深度学习来讲 它的dataset 就它整个资料的集合呢 往往它的素质分布都很相信 比如说比方说 你今天想要分析的东西 是一个影像 那影像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像素 对不对 但这个像素呢 往往它分布的范围 是比较窄的 它不会什么都看得到 对吧 这当然简单嘛 因为你可能要分析的东西 可能是像刚才讲的 美图秀秀啦 或是什么deep fact啦 对不对 你想要看的是川普的脸 对不对 或是某某的影像 我们的素质范围就会怎样 就相对是很明确的 它就是固定在某个范围内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个素质呢 我们事实上是怎样 是完完全可以知道 它的素质范围 我们可以针对这件事 去设计一个face point 的表示方式 那所以呢 就有机会用到更少的空间 但是呢 还是可以表达 相似的精准度 甚至更高的精度 这是可以做的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原本的浮点数运算 其实它需要很多 很复杂的这种运算 比方说 CountedDZ这样的一个运算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自己定义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做这个 前面有几个零食之类的 那其实你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规划 那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有一些电路的一个 或是说 硬体最佳化的一个空间 好 然后呢 在I2V754呢 事实上呢 它规范的是很多的 像这个什么 像这个underflow 对不对 Gradual Underflow 那denormalized 这种的 反正就是说 它其实都需要很多硬体的特性 这硬体特性呢 其实很尴尬的 比方说什么 只要这些硬体的特性介入之后 即便你用硬体去做 因为它需要更多电路 所以你在数学 数值运算来讲话 你耗费时间成本 同样是加法 同样是乘法 你不会是固定的 你可能会 大部分时候都很快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很慢 回想一下刚才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要刚才做这个实验 就是说你会遇到一个 有点像这种状况 就是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很快 但是少部分就会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这个 在很多时候的 在深度学习来讲 我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 资料运算的分布 就是说 如果你多说 你可以保证永远都是在这个实验范围 这很好 它是什么 Deterministic 就是说 与生俱来都是可预期的 但是很不幸的 就是会有这种 很远的分布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尴尬 就是我们想要去降低这种 这种分布 所以这时候呢 设计一些特质的 这个结构呢 其实这样 就它的必要性了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很有趣 你看这个 就是明明在讲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但是搞到最后呢 还是要干嘛 还是要去搞定到 Fix Points 然后呢 这边是在 2018年的这个论文 然后在 在2017年的 其实 2017年Google就发表这篇论 就当Fix Points 然后呢 在2018年6月 那个什么 在那个Google 也去发展一些 必要的一些 一些那个 一些秒数 好 然后这个是之前 那个学生的一个实验 那这个 这可能没有 这可能之后都要重新做 那你看 这个东西 很有趣 对象是说 你看那个 绿色 绿色是用SSE 然后呢 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呃 紫色的地方是没有用SSE 注意到 这边两个都是Fix Point的表示方式 但是 有用SSE跟没有用SSE 所以你看 我们原本的SSE 可以拿来表示辅点数 但是拿来表的辅点数 我们知道之前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它会有些runting的问题 会有资料范围的问题 还有资料 辅助成本问题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去自己定义一个 Fix Point 的格式 那定完这个Fix Point格式 跟它的对应的操作之后 那我们把SSE 拿来做这个处理 所以你就可以在看到数 其实它可以有机会 对什么 对Fix Point 去做最佳化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意义 是很重大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 是 一则新闻 好 这个新闻 它的标题就显得清楚 去加速 这个 这个 Deep Learning 那所以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加速Deep Learning 不是只是演算法 其实这个 格式 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学习系统软体 最重要是在解决问题 你不能说 我今天 自干个Kanpati 做得好棒 对不对 然后你要想一下 我的Kanpati用在哪里 那很多人 很多忽略的是 有喜欢Kanpati了 对 为什么需要 这需要Kanpati了 好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找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 Smart Country 对 就是那个 Blockchain的Smart Country 然后呢 Blockchain 再加什么 Compiler 都会比较怀疑 Smart Country 其实有Kanpiler的 像这个Storidity 它其实有什么 它也会有对应的 Compiling the Contract 的确有什么 有Compiler 而且呢 Smart Country 在特定的情况下 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Smart Country 都很短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Smart Country 的 效率很重要 比方说 零知识证明 DKP 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我最近就在做这件事 但我不能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最近在做DKP 反正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如果新闻可以出来 如果新闻有出来的话 我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那总之就是我 之前做了一个计划 现在也在做 就是一个 看起来神秘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很神秘 神秘到什么等级呢 就是 我有一次更新 我系上的网页 就是把一个什么 那个计划的名字贴上去 然后某某 国家单位就来关切 说 你这个东西不能贴啊 所以我就把网页 完全就不更新了 所以你如果去看我放在学校的网页 应该有一年没有更新 是不能更新的 好 Anyway就是说 像这个ZKP 那ZKP呢 它就是在中文翻译叫什么 叫零知识证明 那简单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 如果我今天要设计一个支付系统 你想说刷卡支付 然后那像搭进了车这种问题就很有趣 就是搭进了车这种状况 其实有时候应该很尴尬 就是如果呢 你从台北搭进了车到到新竹 对不对 这应该要 这一次要几百块 甚至要 不不不 要签的 就是大概要一千多块 从台北做进车车 做到一千 做到新竹 就是一千起跳 那问题来 我又不能先收钱 对不对 因为从台北到新竹的路上 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呢 如果我能够先知道一个人 他户头有用了多少钱 我是不是可以先 刷断我要不要先债这个人 因为他付不出来很尴尬 或者说他手上就没那么多钱 他可能要去跟人家调钱 那跟人家调钱 可能路径就要改变 对不对 要去找提款机制之类的 好 可是呢 如果你搭进车车的时候 就要求人家要把那个存在给你看 这件事也蛮奇怪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假设呢 你这个户头 这个钱 可以产生一个对应的proof 这个proof呢 产生proof很难受 很难产生 要花很长时间产生 但是检验很容易 然后你看密码学就当然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什么 加密跟解密 就是我让加密相对容易 解密呢 很难 那这个 GKP也是类似的想法 就是说 我要产生proof很难 但是呢 人家只要看他proof 一下就可以 一下解下 而且线下就可以完成 好 所以呢 这个作用中呢 这个Smart Control 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他其实他的这个 Smart Control 这个执行量就很大 好 那所以针对 这个 这种特别的Smart Control 尤其考虑到GKP的情况 好 就是因为有些 有些GKP呢 他是在Smart Control 实作 那他的这个运算量就很大 所以这时候呢 冰一起的重要性就存在了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有机会 产生更有效率的程式 好 而且呢 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GKP呢 你用脑袋想 就是他进入对数学 对不对 那这些数学 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就是我输入的是某种Smart Control 好 这Smart Control 是要被看得到的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在Blockchain上 这些Contra 要能够被大家看得懂 好 但是呢 我在特定的硬体下 或者在特定的情形下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 很快的程式 好 这就是Compile的价值 好 同理 回到这个 BF16 Blockchain Float System Anyway就是 就是BF16 那所以这个是 Google Blind 好 那 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Google Blind 这个团队发明了 好 那其实关键呢 用在 它就用在这个TPU 第三代的这个TPU上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的确有些 有些公司宣布的 好像Intel 去年就宣布 要支援这个 BF16 但是很不幸的 Intel的处理器还没出来 好 那MD 也之前也宣布 好 也用到这个BF16 好 那不过呢 像那个NVIDIA 它自己就有一套格式 好 所以短期呢 应该不会移转到这边来 好 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呃 线型 尤其是NVIDIA NVIDIA它是用这个 FP32 好 那这个就是散色维的负点数 好 那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些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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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gion 好 然后呢 但是还是可以确保一定程度的这个 这个什么 呃 还是可以 就是我牺牲 precision 好 我我没那么 没有那么precise 好 但是呢 我还是可以有足够的这个 accurate 好 那 但是因为呢 你看 我原本要传递30美元 那我现在只要传递16美元 好 所以你看空间是大不缩减 所以我不管是 先从CPU到GPU 好 或是CPU到TPU TPU再回到CPU 因为我的资料的表达的效率提高了 所以我整体的throughput其实提升了 所以其实就跟你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前面在i2a754 如果是单机度 第一就是最高位的是3bit 然后再是exponential 然后在那是Mantisa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有趣 就是说在Google Brine的团队说什么呢 他希望把这个Mantisa降到7位 所以你整体的什么 procedure就降低了 就是你看原本有很多位数可以表达的 对不对 你看原本可以用散射位去表达 但是现在只降到7位 然后底下就是有个对应的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APP散射就是什么 就是i2a754的规范 所以你看它只有32位元的Mantisa 然后exponential是8位 然后16位的表示方式这样 就是把这个减小 所以你看这边Mantisa10个 然后exponential5个 然后注意到BF16 这个很有趣 它的Mantisa是降到什么 是降到7个bit 但是exponential反而是拉上去的 所以它其实出核的是 它要取代的东西是这个 就是其实要取代APP32 那当然你会好奇说 这样的这个 这样这个 折损的这个 折损的这个 那个什么 procedure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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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那个整个 整个 accurrency到底能不能去被确定呢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参照 好参照什么呢 呃 其实呢 在这个设计 是设计这个系统来讲的话呢 其实是很多议题 真的去想 好 所以呢 不是作为演算法 好 太多事要去想了 这个 好 所以呢 这个Fixpoint呢 还要考虑到什么呢 还要考虑到想这种东西 好 考虑到什么设计呢 还要考虑到特定的 QuadCon的这个DSP 好 QDSP 对标华仪 就刚刚讲那个 好 就是一开始有讲到这个这个议题 好 所以呢 在这边讲的话呢 它的Benchmark对象呢 是有在不同的CPU 甚至包含说DSP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在整个什么 在加速的比例 好 所以它跟他们这种 特质的这个Finding Points 啊 假如说特质的Facepoint 跟原本的浮点数相比 好 其实它有什么 有这个改进的空间 好 然后 然后呢 它底下有一些 一些必要的分析 好 直接看 看结果好了 注意到它的那个分析手法 其实这个是很值得学习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去分析这个 这些数值 好 够不够accurate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那个 它上面的这个分析的点 好 然后 那注意到这个会有一些抖动的状况 好 这是会发生的 好 然后 然后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看说 这个在 呃 在 在什么 在红色 好 就是 红色跟蓝色 好 蓝色的那个区域 这个好 就是你看到说 在 在 在这个 红色跟蓝色的 相对是什么 是 是贴近的 好 然后 再是 上面呢 还有 讲到一些 对于的一些比较 好 比较说它 你怎么去 呃 它的那个 精准度分析 然后再来是 还有那个什么 时间 好 这边 上面有个时间的比较 QDSP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其实有讲到这个 QDSP QDSP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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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有那个 D 哦 HX HPS 这个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们在提出来 好 就是说它这个就去比较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光看这张图好 其实这个 呃 这个时间落差很大好 那这个单位呢是这个 呃 所以你看一样在做这种比较说 你要操作对象 好 如果说你的运算已经是像那种深度学情 你很清楚它的呃 数值的分布 好 而且呢 整体的throughput 是你很在意的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想好 就是说我 就用来去思考说 我要怎么去 好 要怎么去处理 好 好 然后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前面呢 其实有提到什么 提到一些 呃 浮点数 一些数学特性 好 那这件事要非常清楚 然后要搭配这个 I21754 好 去理解它的这个 行为 好 尤其是这种说almost 对吧 好 像这种 好 那 为什么有almost 因为就会有那种 not number 或是那种无穷大的 无穷小的问题 好 然后 然后呢 你也要考虑到就是说 要去重新思考好 为什么呢 就浮点好 我相信 在这一次讲座结束之后 你应该就会很清楚说 哎 那个浮点 好 所以你要去开始去想好 这些 我们讲这个 normalize denormalize 好 然后还有说这些 浮点数所带来的 ronding问题 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在 能不能去设计一些 对应的一个实验啊 好 像这种啊 你去 哎 我在系园 怎么去写程式去存取到一个浮点数 好 怎么用 通用战团器 怎么用整数的方式去操作 好 里面的特定的 呃 几个bits 好 去观察一下 这具体行为 好 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 一些计算器啦 好 在网上已经有蛮多这个相关的一些工具 好 像这种啊 这个这个 front point converter 这种工具 然后就可以 可以去散用它 好 那 所以呢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要很清楚说知道它存入的值 到底是什么 好 才能够避免像 画面就是这种看起来很精简 好 的程式 但是它的 它的运作 好 是 往往是这样跟你的预期有很大的这个落差 好 这 这也是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 呃 在这个程式规划 其实非常 非常关注的那个议题在这上面 好 那 当然呢 这个过程中 呃 你就不能只是看概念 好 所以其实你要一些必要的一些实验 好 那 千万不要忘记 好 在历史上 好 我们当然这边只是收集一部分 好 在历史上 有很多这种这种例子啊 来自这个复典数 来自这些 你对数值的掌握度不够 而 而有的问题 当然你 当然 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各位的问题嘛 这是 但是你要想就是这么多专业人员 他们都犯这些错误 好 那你我是要怎么样引引为戒 好 这真的是 呃 很值得让大家去想的 好 好 那这次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